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 没想到在这样荒芜人烟的地方 居然有保留完整的全损卯木构架 在精心检查柱子完之后 没有房又单身的老妖有了改造的想法 连小虫子都很欢迎她的到来 接着老妖开始清理起荒芜的宅基地 没想到在外打工十多年 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不过这个宅基地的位置还算可以 左侧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以后做饭做菜洗衣服非常的方便 天热了走几步就能凉快凉快 当一个人没有什么软肋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接着老妖爬到木构架上 她要将以前用于搭建的废弃足端清理掉 目前能用的就只有木构架 只要将房顶建起来 木构架还能管很长的时间 房顶用轻质材料搭建的话 就算倒塌也问题不大 为了方便挖掘和产土 老妖简单制作了一把铲子 铲头自然也得安排上 这样就方便处理地基上的土 然后再用铲子一一铲到外侧去 不过有些柱子底部腐烂的比较严重 老妖不得不一一将土清理干净 现在整体看起来就清爽了许多 随后老妖走到之前清理掉的杂草灌木旁 她打算一把火直接烧掉 别小看这样的操作 烧完留下的灰可是最好的天然材料 在上面撒播菜子长出来的菜可好了 小白菜蘸辣椒水简直爽得一瓶 吃完一碗一般还得再来几碗才过瘾 为了避免雨水倒灌 老妖在地基旁清理出一条沟渠 这样以后下雨就不会直接灌进房子里 虽然每天都很炎热 但想到自己马上就要住上大房子 老妖是满怀期待的 有了希望干起活来就轻松了许多 以后自己不仅有一座山间小别墅 还有可以种菜的园子 想想就很香 随后她又去旁边的小地块清理杂草和灌木 以后这些都可以用来当菜园 这里常年没人经过 老妖的生活从零到一正式开启 男人意外发现全损卯结构木构家 她清理周围后立即找来了朋友 两人一起搭建了一栋山间小别墅 今天的天气很晴朗 老妖一大早就开始准备棕榈叶 这样宽大的叶子是野外建造的好材料 而村里熏腊肉时也经常用到棕榈叶 不过这样的材料在搭建之前要先晒一晒 这样利于后期建造方便 收集好棕榈叶后 老妖继续到竹林收集搭建屋顶的竹竿 由于她常年在外打工 也没经常回来帮村里的忙 所以她只能一个人慢慢扛 毕竟帮忙都是相互的 不过这些竹竿有大有小 因为不同的结构需要不同的尺寸 经过一天的收集 老妖完成了搭建前的材料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 她还是叫来了一个人 这个男人叫阿文 她并不是来帮忙的 工费老妖还是给了一百五一天 紧接着老妖仔细地叙述了整体的计划 于是两人开始搭建主体框架 横向需要的竹竿比较粗 但由于房屋跨度比较大 两根竹竿交接的地方需要进行连接 这样就得在里面插入小竹竿来固定 接下来就是用铁丝将竹竿绑在木构架上 山里时不时就会下气欲来 不过并没有影响工期 在两人的完美配合下 他们很快就搭建好了横向结构 紧接着两人开始搭建纵向结构 不过在此之前 每根竹竿的一端都要进行处理 而阿文这边负责制作竹条 由于竹条的要求不同 他还得亲自砍些最小的竹子来制作 当他从竹林出来的时候 倒霉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这些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置身于大自然中被吸点血很正常 从制作手法来看 阿文的那150是值得给的 制作好竹条以后 两人开始搭建纵向结构 两侧的竹竿采用竹条串联起来 然后再将其固定在第二根竹竿上 他们很快就搭建到房顶的另一端 接着两人一起将剩下的节点都用竹条绑砸好 他们并不戴手套 都是纯手工打造 固定完以后 老妖用锯子从一端整齐的锯过去 很快房顶结构就这样搭建好了 然后两人花了些时间清理地上的杂物 才开始搭建之前准备好的棕榈叶 不过固定方式也是相当考验技术 但在老妖炉火纯青的手艺之下 前侧的雾面很快就搭建完成 棕榈叶目前的状态还行 柔软后非常方便建造使用 铺完两侧的雾面后 阿文制作了一些固定材料 这些销尖的竹片他会给到老妖 然后老妖将其插入到两侧的棕榈叶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铺设和固定 房顶就这样搭建好了 剩下的就只差搭建墙体和门窗了 别人还在朝九晚五的时候 这个男人和朋友搭建了一栋山间别墅 靠着双手过上了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 他就是老妖 一个打工十多年后回到大山生活的男人 老妖和阿文一起搭建好屋顶以后 两人便开始准备建造墙体的竹竿 阿文负责将比较粗的竹竿一分为二 老妖则准备起适合墙体高度的竹竿 经过两人完美的配合 他们开始搭建墙体 考虑到要长期居住在这里 所以固定方式采用铁钉固定 当另一端也固定好以后 老妖和阿文开始放入竹竿 这样做不会破坏到木结构 如果直接在木结构上开槽 费时费力的同时 还加大了破坏结构的风险 为了让墙体更加稳固 老妖每隔一定的间距会用钢丝来固定 两人很快就搭建到另一端 由于这里一年四季会比较热 漏风的墙随时会送来一丝丝的清爽 当然了 墙体的固定还要继续 老妖直接用钢丝进行绑杀 然后在中间内侧也固定一根竹竿 外侧加上一块竹竿来连接 稳固的墙体就这样搭建完工 不过两人并没有继续搭建墙体 而是一起将以前清理的杂草和灌木烧掉 这些可是以后种庄稼的天然肥料 山里小雨时不时就会降临 忙碌的生活总能让人忘却时间和休息 雨停后 老妖和阿文继续搭建墙体部分 当他们建造完第二间一侧的墙体时 第三间墙体他们并没有立即摆放竹竿 阿文先在竹竿上凿开个口子 然后再精心地处理起竹竿的一端 同时这根竹竿上也要凿出两个口子 这样方便进行其他结构的安装 做好这些以后 两人开始安装整个框架 老妖打算在这间后墙体建造一扇窗 以后床位也会设计在这里 这是他目前的想法 而第一间墙体的窗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搭建 建好墙体和窗以后 老妖和阿文开始制作第二间的大门 他们先进行简单的损接搭建 然后再用钉子固定小结架 这样就得到大门的主体框架 紧接着在上面摆好一块块主板 固定以后就得到了一扇大门 制作好大门以后 老妖和阿文搭建起了门框 然后用制作好的大门进行反复试探 这样就可以将其他构建固定起来 不过阿文不小心打猎了一步 应该问题不大吧 反正老妖没看见 安上门的一瞬间 从这一刻开始 老妖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也不用还什么房贷 田园生活也越来越近 于是他叫阿文简单搭建前后两侧的窗 左右的设计他自己上 这样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棕榈页 内侧他也用主板和钉子固定起来 这一刻老妖的山间别墅总算搭建完工 不过他又有了在左侧搭建厨房的打算 这个男人真牛批 他不仅将荒芜的宅基地占为己用 还带着朋友一起开荒圈顶 开荒成功以后 这些都会成为他的菜饼 这天老妖对阿文说了些自己的规划后 阿文感觉相见恨晚 于是在一个天色渐渐暗淡的下午 他们边烧棕榆叶边聊梦想 第二天两人一起建造了一间厨房 作为两个没有什么牵挂的单身汉 他们开始新的建造计划 这一天也就很快的过去 第三天一大早 老妖和阿文先在厨房搭了个竹框架 然后一起去外面取土 你产土来我挖地 过着像似你浓我浓的生活 不过这是一段纯真的友谊 随后两人一起将土拍平均 有了可以生火的地方之后 老妖上山砍起了枯树 这里的枯树十分丰富 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收获了不少 不过树干都得处理成一根根短木头 由于只有随身携带的刀能用上 以至于老妖坎的大汗淋漓 阿文那边就比他爽得太多 阿文负责收集石头放在平整的土上 这些石头都是阿文在小溪边筛选出来的精品 随后阿文也走过来和老妖一起劈柴 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将木头分离 别看这样的方式效率低 正是因为这样身体才如此的硬末 很快两人就收获了一堆满意的柴火 不过这颜色远远看来非常像熏好的蜡肉 作为相见恨晚的朋友 阿文带老妖回老家抓了只大公鸡回来 紧接着两人又一起去小溪边清洗食材 建了那么多天的小别墅 今天的庆祝预示着明天会更好 今天又是潮湿的一天 但这并不影响两人开荒的决心 这片区域以后都会成为老妖的菜地 心理好杂草以后 两人一起扛木头过来 他们计划在这里打造一方凉亭 可遮阳碧雨 喝啥赏景 而梁亭需要先搭建出四根柱子 不过老妖是这方面的行家 经常在工地干过 这对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反正又不用验收是吧 在炉火纯青的手艺加持下 两人很快就搭建好了四根柱子 为了建出合适的平台 他俩用竹竿确定了大概位置 然后按照高度布定了四根木头 作为承重主 很快梁亭的底座就出来了 紧接着两人建造了六根柱子 两根柱子为一组成为战道的承重结构 为了有起伏变化 中间他们选择了抬刀处理 建造后的效果也是相当可以 随后两人先在梁亭的底座摆放好竹竿 但他们今天并不打算继续搭建梁亭 而是先将战道的稳固性搞定 这样也方便于后期梁亭的材料运输和搭建 战道建造好以后 现在才是老妖特别想做的事 先定一个小目标 围出一大块耕地 于是两人将竹竿统一制作成这种形状 然后沿着外围固定一块块竹板 竹围墙就这样一气呵成 加上老妖和阿文还用竹竿作为支撑 稳固性还是很OK的 主要是成本很小 因为老妖计划将整块区域全部围起来自己使用 如果用其他材料 对它来说实在太难 假如有人看到这样围不好的话 我是说假如 那拆起来岂不是更加方便 这才是野外开荒的天花板 男人不仅将雇佣关系变为兄弟关系 还请来了王阿姨的两位女儿一起来开地 从零到一的田园梦即将实现 自从老妖和阿文合伙圈地成功 他俩一大早就开启开荒模式 这是一个满怀热情 充满朝气的一天 暖暖的气氛使得他们心情十分快乐 于是老妖给阿文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随后他就一个人走出荒地的视野 而阿文一个人边除草边进行清理 但惊喜的事情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伴随着一声声欢声笑容 没错 老妖还是那个老妖 老妖请来了王阿姨和她的两个女儿 毕竟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连阿文都突然精神百倍 微风中时常传来欢快的歌声 他们握着工具 习心协力开垦荒地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相互调笑 说着甜言蜜语 就像一家人一样 温暖又真切 于是暖男老妖突然做了一个细致的动作 他先摆放了一瓶饮料和茶具 然后来到一棵满满的羊桃树下 紧接着他爬上树去 摘起一个个层层饱满的果实 望着满满的羊桃 他眼睛里充满了欣喜 摘好羊桃以后 老妖随手制作了一碗蘸料 看着大家开心的表情 应该很好吃 随后老妖将切好的羊桃往嘴里这么一塞 果汁的香甜溢满了他的口腔 他满足地笑着 口水直流 于是大家也动起手来 炎热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耳熟能详的嗷嗷声不断传来 老妖用力咬一下 美妙的枝叶就这样被他一口口享用 女人也一口口把羊桃吃下肚去 嘴里边散发着酸甜的滋味 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享受完美味的羊桃以后 大家继续开荒 每人手握一把锄头 把地里的土壤铲开 这样一幅温馨而和谐的画面 仿佛代表着男人和女人 共同扛起生计的重担 很快他们就开完全地范围的一半 接下来的旅途 只有老妖和阿文一起干 不过搬石头也有一些乐趣 老妖发现了一窝老鼠 里面挤满了一群小老鼠 他们被小窝里的温暖吸引着 堆在一起 肢体交缠 尖叫着欢乐 不过老妖和阿文并没有伤害他们 盖上石头后两人继续搬石头 在这个飞沙走石的田园里 两个男人一起搬石头 他们的谈话也越来越多 两人聊着各自的经历 开玩笑 互相鼓励 侃侃而谈 犹如亲兄弟一般 在这乐融融的田园里度过美好的一天 这个男人真牛P 他不仅在小别墅旁边建造了一个凉亭 凉亭下还引水进来建池塘 这下农场总算有了灌溉的水源 由于老妖和阿文开荒已经满级 于是两人打算先将凉亭建造完工 因为搭建凉亭会产生很多废料 而这块区域后期打算用来建造池塘 只有先搭建凉亭才是最优选 老妖和阿文靠着多年的施工经验 他们很快就搭建好了顶部的主体结构 由于天气太热 阿文在树上独享着又酸又甜的羊头 不过他最终还是摘了些下来给老妖 两人边吃边聊着接下来的计划 真是知己难遇 知音难寻 随后阿文负责在竹杆一端开口 老妖则负责制作竹条 在两人完美的配合之下 他们很快就开始凉亭顶部的搭建 这样的竹杆他俩直接用竹条进行固定 然后整齐地将多余的部分剧掉 从俯视角度来看 顶部散发的竹杆带着一种狂放不羁之感 但建造的整体效果还是值得认可的 随后两人开始搬来覆盖顶部的棕櫓液 这些柔软的棕櫓液是野外搭建的好材料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 那就是从下往上进行搭建 所以经济基础是有多么的重要 在老妖炉火纯青的手艺之下 他很快就搭建到顶部的位置 最后还是和之前一样插入一块竹板 这样梁亭顶部就搭建完成了 接着老妖开始建造梁亭的地板 他将竹杆统一制作成这样的 然后再铺到地板龙骨上 固定也是非常简单 这样的竹地板不仅施工方便 成本也小 随后两人开始搭建栈道的围栏 围栏材料是老妖和阿文在大山里找的藤条 这种藤条造型非常可观 给人一种不受约束又轻松的感觉 然后两人又设计了三个藤圈 这样轻便又扛拉 环保又耐腐蚀的围栏总算搭建完成 不过梁亭的围栏他们想做出对比性 利用直线的交叉和平行来进行搭建 整体效果和栈道的曲线感形成完美的对比 搭建好梁亭和栈道后 老妖升起了火 焉有明显的除臭和杀菌作用 可以有效杀死活在梁亭表面的细菌 驱除臭气 保护梁亭的表面 让它变得更加易于保养 而山里时不时就会下雨 但现在不再是担忧 而是一种享受 建造好梁亭以后 两人去城市买来了水管 他们打算饮水进梁亭区域 为了饮水方便 这个塑料桶非常重要 阿文负责固定塑料桶 老妖负责制作饮水竹杆 这样将竹杆打通之后 饮水就方便许多 随后两人一起确定摆放的位置 然后再将竹杆绑大牢固 水就这样顺畅地进入塑料桶里 现在竹杆倒是搞定了 接下来两人继续到每个节点接通水管 很快他俩就接到了梁亭的地方 老妖先在水管上安装了一个转接头 这样他就可以将水管接到小别墅 由于小别墅上面没有挖池塘 两人打算用这个塑料水塔来装水用 不过这个水塔需要先进行清洗 由于水塔太大 老妖只能钻进去操作 毕竟这样才能将内部清理干净 看来以后用水确实是方便了许多 而池塘这边也在饮水进来 在观望一番之后 老妖和阿文打算将池塘内墙挖平一些 为了方便水一流出去 老妖制作了两根竹杆作为一水管 他先将两根竹杆一通摆顺 然后再固定于方便排水的地方 这样池塘的一水口就OK了 阿文这边也在对内墙体修修补补补 很快他们就拥有一个方便灌溉农场的池塘 美好的田园生活也越来越近 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老妖撒播的种子发芽了 自从有了充足的水源 老妖便开始种植计划 种完一小片区域以后 他拿出菜子 然后就这么一撒播 蜘蛛网都感到满满的收获 老妖打算将这片全部撒上菜子 因为这样坡度的地用起来不太方便 再过个三五天菜子差不多就发芽了 撒完菜子老妖开始翻地 第一次翻地看起来比较粗糙 在阳光的暴晒下 能起到杀菌杀虫卵的目的 另一侧当然也不能落下 毕竟接下来需要种植更多的蔬菜 过了几天之后 老妖开始二次翻地 虽然下着毛毛雨 但空气中弥漫着田园的静谱 心中的喜悦仿佛融化了一切苦涩 第二次翻地要求就比较高 需要将泥球一一敲碎 这样土就变得更细一点 翻地完成以后 老妖开始进行播种 种子播完了 可是心里喜悦满满 望着种子洒满的土 甘愿把这份喜悦与世界一起分享 为了园子看起来更加美观 老妖切起了竹片 在她精湛的技术之下 很快竹片就制作完成 然后老妖开始建造竹笠吧 她先沿着提前画好的线来搭建竹片 当老妖奋力地建造到果树下时 她并没有继续建造过去 而是吃起了甘甜的果子 此刻她需要再回来制作一些竹片 制作好竹片以后 老妖继续建造竹笠吧 由于工作量也不小 她建造到天黑才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今天又是天气晴朗的一天 老妖的种子已经发芽 看着这样的苗芽 心里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感 老妖继续建造竹笠吧 今天她要将最后一道工序完工 这样把每一个节点固定起来 整体看起来不仅稳固还美观 犹如流水的曲线 给人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 建造好竹笠吧以后 老妖开始布置水管的路径 她先在路上挖出一条小沟 然后再将土覆盖上 现在整体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凌乱 好家伙 这种软软黏黏的东西是什么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马黄 而这个男人竟然没有一丝丝幅不害怕 他只是想找一些植物去装饰自己的园子 昨天老妖将竹笠笠搞定以后 一大早起来的他便开始花圈圈 然后又继续按照范围线挖出一条沟 他打算在这里漆一个圆形花池 这样的圆形花池和笠笠的曲线互相呼应 看起来一点也不冲突 至于花池的种植方式 老妖先种了一圈的恶巨花 中间的位置他则预留出来 因为恶巨花整体看起来比较细腻 全部种恶巨花就显得过于单调 于是老妖在中间种上一株凤仙花来作为点缀 这样不管花色还是叶子都有了一定的对比 整体看起来就不那么单调 而园子也越来越有味道 至于剩余的恶巨花 老妖打算种在坝子的边边 加上篱笆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看 安静的生活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 这里没有喧嚣 没有华众取宠 只有美丽的田园 让人享受着平静安详 在新的一天里 老妖继续翻地 生活在园子里 平静而宁静 他很快就将土地平整的整整齐齐 随后他去山上找了些开花植物和观赏草 处理完之后 他将草种在逐围墙旁 然后在恶巨花的旁边又做起了叉条 做完这些 他才开始进行浇水工作 这天静悄悄的就这样过去 而每一天的到来都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老妖早早就出去寻找水生植物 虽然不理解他具体的想法 但马皇的想法还是能理解的 这里的马皇非常多 但凡你挂空档 就能体验一把免费献血的无奈 不过老妖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 他只顾着寻找植物 虽然一直不停地刨心里 但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动物的踪迹 看来下次他得找个新地方刨才行 自从老妖将竹篱把建造完以后 他便开始着手建造院子的大门 那样才更有归属感 老妖计划统一用竹子作为主材 不过每根竹竿都要先精心处理一份 开好孔以后 他简单地搭了个大门框架 有了门框作为参照 他很快就定出柱子的具体点位 随后他粗略地固定好框架 经过多次的观望和调整 老妖才开始回填土来固定住脚 为了将大门建造得更加好看 老妖借鉴了别墅木结构的做法 他先将框架固定完毕 然后再用竹竿将三个框架串联起来 这和以前老房子的川芳结构很相似 至于建造顶部的材料 老妖将竹子披成两半 然后将竹节处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样有利于排水和搭建 很快老妖就制作好了一堆竹片 为了方便固定 老妖使用钉子将其固定于竹竿上 而这样反向覆盖不仅防水还美观 从细节来看 瓦片效果还算看得过去 至于屋脊的话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建造 很快老妖就完成了顶部的建造 至于门的设计 他打算用比较粗的竹竿作为主体框架 开好孔后再和竹板固定在一起 不过节点仍然需要打入钉子来二次加固 当然了 其他部位也是同样的固定方式 这样简约的大门就制作OK了 紧接着老妖开始安装门 这些材料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算得上零成本 而关上门的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这几年的风很大 吹来了很多难题和委屈 为了大门整体看起来更加好看 老妖开始编织格栅 想着建好大门带来的喜悦感 他一直满怀热情地编织到晚上 编织好以后 老妖开心地将格栅固定在柱子上 第二天一大早 老妖先搭了一个简单的架子 由于整体看起来十分单调 于是他即兴编织起了格栅 美丽的方形带来了很别致的视觉感 不过编织后的效果还挺意外 看着这形式都怕当场折断 而当老妖将格栅固定在架子后 这大门通道开始有了仪式感 不过更有趣的还在后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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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老妖种的蔬菜有了新的收获 这里没有喧嚣 只有安安静静的田园生活 自从搭建完院子大门 老妖考虑给自己搭一间竹制澡堂 她的要求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可以洗澡的宽敞空间 至于隐私方面 她并不挑剔 至于室内 这样简简单单摆放就好 建造好澡堂 暮色尚未蔓延 她把手提起水壶 顺着自己的菜地一路浇水 而豆苗也长得非常健康 在这样温柔的氛围里 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喜悦 而这块小区域老妖种植了玉米 看着这么小的玉米苗 只盼望从小培养 健康成长 考虑到未来要种些南瓜和葫芦 老妖打算在坝子上建竹架 作为强迫症的男人 当然得一边建一个 为了看起来更加美观 她在竹架上安排了种植草 这样放上土之后 再将植物一一种上去 显至不要太好看 不过老妖并不满足那么少的植物 于是她来到小溪边寻找花花草草 这里有丰富的花草资源 老妖很快就收集到了一堆 这样满心的欢喜 她都想变成一条鱼在小溪里跳龙 很快老妖就带着大自然的恩赐回到院子 她先根据不同植物的习性来进行种植 每一个设计都带上感情 最后她把每一个细心的挂到竹架上 用心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景 早上 清新的空气中带着一丝清香 鸟欢快地叫着 老妖也把手提湖缓缓浇水 之前的插条植物也顺利发了牙 单身生活给了她更多时间和自由 她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浇完水以后老妖有了新的打算 她想建一条看起来不错的原路 所以按一定宽度重新挖平了原路 至于建造材料的选择 老妖打算直接从小溪取材 这样不仅成本小 颜色也好看 大小也统一 收集好以后 老妖开始铺石头 以后下雨走路也方便了不少 由于铺原路的工作量也不小 她一直铺到暮色蔓延都没铺好 第二天一大早 阳光洒在老妖耀眼独目的植物上 不过她待的这边倒是十分凉爽 当她铺到凉亭的时候 原路总算建造的差不多 建造完原路以后 老妖再次又来到小溪边 这里可以收集到很多好看的植物 收集回去的植物她种在原路旁 以后经常浇水成活下来没有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妖会有一套自己的园艺技巧 花草树木 绿草如荫 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一份平静 一份宁静 一份幸福 这样的田园生活很充实 这才是单身男人该有的生活状态 无聊的就在小院子浇浇水 顺便再制作一张抗震的床 这样的手工艺 连哆哆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转眼阿文离开这里已经很久 之前两人准备的柴火已经所剩无几 老妖只能一个人慢慢收集木头 虽然这边的马黄非常之多 但对于宝刀未老的她毫无畏惧 很快老妖就收集到了满意的两捆木头 记得以前 大家还会选择挑一些地瓜藤蔓 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勤劳的人们连地瓜藤蔓都舍不得浪费 大家会挑回家后晒干来当柴烧 不过老妖还找了些更大的木头 由于没有斧子 她只能这样一刀刀砍断 要是有阿文在的话 估计会轻松许多 这些木头按照尺寸处理好以后 老妖还得将木头一一分成几块 但凡有把锁子 也不至于干到木仙这样飞起来 不过成果还算接近完美 随后老妖将柴火一一摆放于墙角 不过她倒是发现了晚上的下酒菜 生吃大肥虫那种爆僵感想想就很酸 不过炸起来吃到是非常香 但作为一个强迫症的男人 老妖还是将柴火摆放得十分整齐 处理好柴火以后 老妖扛来了一捆猪肝 她打算给豆苗搭一个毒架 记得以前 人们还会选择东西向来搭架的 这样两面攀爬的植物 可以得到更多的光照 不过具体还得看怎么样才更加方便 自从有了充足的水源 老妖非常舍得给院子里的植物浇水 毕竟这水是完全免费的 第二天一大早 又是个心情美丽的一天 凤仙花都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老妖今天有新的建造想法 她一大早就带着多多一起出门收集材料 这次她主要收集竹竿 经过一段时间的收集 老妖有了一堆满意的竹竿 接下来她打算制作一张竹床 因为之前一直将棕榆叶铺在地上睡 现在已经睡得非常不耐烦 毕竟以后要是被哪个过路的看上 说不定还能脱单 由于制作得太过瘾 一直制作到晚上都没有完 第三天一大早 看着可以马上下锅的小嫩菜 老妖先认真的浇了一遍水 她边浇水边想着吃菜前的一些准备 这一刻她有了改造厨房的想法 而光看着一片绿油油的菜园 嫩得让人嘴馋 好久没吃过这么生菜的蔬菜了 浇完水以后 老妖钻进灌木丛砍了根树干 出来后她先玩了一套瓜皮的骚草锅 然后再使用上一手丝滑的包皮手法 老妖打算用树皮来制作细绳 然后用细绳来编制竹席 这想着就很板扎 准备好编制竹席的材料以后 老妖开始制作床板 每块竹片她都用钉子来固定 所以制作好的效果看起来非常牢固 为了安全起见 背面露出的钉子才一一敲弯 然后再放上去进行简单的试探 这样兼顾又舒适的竹床 女朋友看到都要亲得她抓抓脚 而清洗后更是突出了十分自然的质感 这还不算晚 老妖又开始精心制作起竹条 看着这些制作过程留下的细细杂物 这竹条睡起来应该又软又凉爽 为了能快点过一把躺上去的肝影 老妖用之前准备好的树皮制作起细绳 然后再一一摆放于竹竿上 这样就方便进行竹席的编织 一张舒适的大床马上就制作完工 这是野外种菜的天花板 男子将长得蜜的菜秧进行迷栽 然后再撒上天然肥料草木灰 这样天然种出来的蔬菜 吃起来简直十分的挖塞 自从有了多多的加入 老妖又少了一份孤单 多了一份乐趣与陪伴 在和多多打了几下太极后 老妖升起了火 她并没有立即吃早餐 而是喝一碗温水满满味 随后她大家画出一个建造土造台的范围 为了能快速建造好土造台 老妖带着多多一起出来收集材料 很快老妖就收集好了一捆竹竿 这样的重量 对她来说还算OK 对于多人扛材料 有些人有一种习惯 和别人抬东西坚持不住 她喜欢立马甩开 很快老妖就将竹竿扛回霸子上 由于出去失身了一番 她只能拿来老式拖鞋穿一穿 这样不仅凉爽还对工作没有影响 老妖打算先制作建造土造台的模板 在简单的固定之后 她才搬回室内进行大体的捆绑 然后再这样围成一个长方体 为了接下来建造更加稳固 她还是加了几根竹竿作为支撑 而后老妖直接来到蚂蚁王国开始拆架 看着挖出这么深的坑 蚂蚁说我真的要谢谢 运送好足够多的土以后 老妖开始分层夯实土壤 然后再用木棍进行拍打夯实 由于老妖经常喝稀饭 这样的体力活还是很容易让人变软 第二天一大早 老妖并没有立马建造土造台 而是在菜地拔起了草 拔完草以后 老妖才开始拆模 现在表面看起来略显粗糙 于是她先规划出大体的范围 然后再用刀从表面慢慢刮皮 这里没有多少的技术含量 不过需要靠一点点的想象 处理好表面以后 再用木棍进行拍打 这样就可以开始挖出灶堂 而老妖喜欢用刀来进行挖掘 挖好灶堂以后 她先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然后再用铁线往下挖掘 夯实过的土非常密实 挖起来完全不用担心会开裂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塑形 老妖将灶堂里的土全部刨出来 紧接着她又在上面画起了线 然后再慢慢进行挖掘 她打算在这里建造拍烟馆 一大一小的竹竿被完美组合起来 用粘土覆盖完以后 整体效果看起来还算OK 然后老妖用丝滑的手法 轻轻抹了一遍 这样传统的土造台总算建造完成 于是老妖带着多多来到室外 她打算移栽这里的菜秧 而旁边长得很密的番茄苗也是一样 移栽完以后 老妖还将天然肥料 撒在美竹菜秧的旁边 这些天然肥料是烧火留下的草木灰 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 是很优秀的甲肥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生火做饭 这是她来野外第一次吃上自己种的菜 没想到这片区域也能跑到雨 小的养肥了以后再跑 在老妖炉火纯青的一指缠作用下 她最终收获了一些天然食物 一大早老妖就开始处理起竹竿 她打算制作一个简易制物价 每根竹竿都需要精心凿出一个个口子 准备好主体框架的竹竿以后 紧接着就是制作一块块丝滑的竹板 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候会特别无聊 据研究 主人抚摸狗狗可以减少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 也能减少抑郁症出现的概率 准备好材料以后 老妖开始安装架子 这样的架子十分简单 她三两下就安装完成 至于放置在上面的竹板 老妖先是在野外收集了些童板 然后再一一固定好每个节点 这个架子她打算用来放些花花草草 所以稳固性完全是OK的 随后老妖开始准备制作主意的材料 她打算采用损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 而主体框架完成后的效果看起来也还行 但一缕缕烟代表着制作并非那样简单 老妖打算每个节点用竹钉来固定 足以制作完成以后 老妖坐上去过了把干引 这下小院又增添了点艺术气息 紧接着她开始玩起了插花 凭着感觉来的设计还是可以一看 这些插花除了摆放于架子上 老妖还放到了灶台上 这样平起茶来就有了那么一点意思 但不多 第三天一大早 老妖今天会比较忙 但忙碌的不仅仅太一个 现在的菜园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老妖种的豆子已经爬上了竹架 真是期待以后结满豆子的样子 看完菜园以后 老妖感觉水管出了些问题 于是她带着多多一起检查水管 最终她在搭街竹竿的地方找到了解决方案 不过最惊喜的还在后面 老妖拿下了一株可以用来泡水喝的植物 不知道行不行 反正不值得模仿 拿回来以后 老妖洗干净放在了架子上 不过她今天还有很激动的事情要干 看着这十分清澈见底的水 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老妖先将水引到一边去 接下来就是慢慢刨干货了 结果往往是出乎意料的 但我相信老妖的实力 这次的天然食物对她来说可算是大碗 老妖先是焖了一小锅饭 然后再开始炒起菜来 这可能是她来这里吃的最好的一餐 阿文曾经和老妖一起建造田园生活 中途回去干工地就成了工地小王子 包工头阿文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气质 今天老妖收到老友阿文的来信 于是她打算整理一下院子周围 对于这些杂乱的石堆 要想看起来更加顺眼 估计只能将其作为建材运用起来 不过房子周边最好是按照形状来设计 所以老妖在土坎上堆出了一堵石墙 经过她细心的搬运和田缝之后 现在整体看起来还是顺眼了许多 紧接着她继续清扫坝子上的杂物 但夜幕降临也没见着阿文的踪影 这天很快也就这样过去 第二天一早老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菜园细心的浇水 不过空荡荡的地让她产生一种想法 于是她便有了种植棕榈树的打算 这样以后看起来会比较美观一些 种植完以后 老妖又在原路交叉口旁堆起了石头 这里接近圆形花池 所以老妖也就将计就计 靠着大自然给的设计灵板 她三两下就垒好了石堆 小院现在又增添了一些艺术气息 随后老妖又在坝子外围建起了竹笼 但最惊喜的一幕就这样慢慢开幕 现在的阿文是一名高工头 虽然他没有和老妖一起种菜 但旁边的梁亭还是有着自己的一份劳力 岁月是把杀猪刀带来了田园生活的同时 也带来了工地小王子 接着阿文继续欣赏老妖的菜园 看着老妖种植的南瓜 阿文被感惊喜 看似好像错过了什么 好像也得到了什么 以后总算可以随时过来尝尝这些生态的蔬菜 而阿文也随手带来了些食材 走进室内 看着这样简约的室内环境 阿文还有点想直接拎包入主 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而后 两人在菜园采摘起了蔬菜 每块区域都洋溢着满满的新鲜活力 放到桌上 并能变成一道道清鲜美味的佳肴 而后 两人开始制作美食 鱼交给了老妖 阿文这边则负责煮菜 这样看的话 似乎两个人的生活更加有乐趣一些 天涯路远 知音难觅 知己难选 血行且珍惜 这是最原始的肥料制作方法 一把火就能烧出天然肥料 我看行 然后再加上牛魔王自产自销的魔鱼洞 简直不要太天然 上次阿文的到来让老妖有了形象法 于是他制作了一些十分丝滑的竹竿 考虑到需要使用笋接的方式来制作 老妖在每根竹竿上凿出一个个口子 在他精湛的手艺之下 历时两天半总算搭出了竹沙发的整体框架 这样以后有客人来就方便了许多 至于每个节点的固定 老妖先是细心地制作了一堆竹钉 然后再慢慢进行固定 今天又是天气晴朗的一天 番茄苗又长高了不少 不过菜地却长了许多的杂草 老妖没有使用除草剂的打算 这样的杂草只需要连根拔起 然后晒干了烧掉还可以用来作为肥料 随后老妖又在旁边翻起了土 不过土壤肥力还有待提高 毕竟已经长过了一期的蔬菜 于是老妖来到旁边的空地收集起材料 收集好以后再一把火给他烧掉 这样天然肥料就算有了 不过老妖运气非常好 掐指一算他今天走牛屎运 已经干了的牛粪可是上等的农家肥 这么零成本的肥料 现在走到路边都不好遇到 收集好后再粗略地撒在翻好的土上 以后种的小白菜蘸点辣椒水 简直爽到霍霍角 至于刚才烧完留下的灰 老妖也同样撒在了翻好的土上 打理好菜园以后 他打算出趟远门 这次他出来是想多采些草药回去 顺便也捡一捡树下掉落的果子 不过森林里时刻潜伏着伪装者 比如眼前的这个绿手桌 一般人可待不起 目前来看老妖已经收集到了一些草药 由于一直往前走 老妖现在已经离小院子十分遥远 经过一番的踏开以后 他发现这个山洞可以作为暂时住下的隐蔽 不过整体看起来比较黑 但安全性还是很OK的 于是老妖收集了些干枯的木头生活 这种地方 他不适合胆子小又爱梦游的人水 而在吃的方面 老妖还是有所准备 米饭配上小鱼干 熬上一碗非常有安全感 随后老妖随手制作了一个补鱼器 然后再往竹筒里加点米饭 这样将竹筒固定在补鱼器里之后 能不能斑本就看明天的了 这补鱼器真的能抓到鱼吗 只见老妖用米饭作为补鱼饶料 然后再将补鱼器放入水中 第二天一早 他好像梦到了和鲜菇 这么好的梦自然还得再回味一下 随后老妖先洗了把脸 顺便再用吸水束束口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收起补鱼器来 不过他一条鱼也没抓到 妈 不好意思 从正面看确实抓到了鱼 而且还不止一条 似乎幸福来得太快 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这么活蹦乱跳的鱼儿 当然得直接拿到火上慢慢烤 不过在烤鱼之前 老妖打算用这块树皮来泡水喝 处理完之后 他先放在火上烧 然后再撕成一片片放入装好水的竹筒里 这样再放到火边烤 简直完美极了 紧接着他开始处理起鱼来 然后再这样放在火上烤 虽然等待的时间比较折磨人 但烤完的结果总是让人垂涎三尺 貌似树皮也熬得差不多 不过五条一下子也吃不完 所以老妖打算将三条鱼打包带走 生活嘛 总是需要一点点仪式感 毕竟一万多天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 试完与老妖先将火熄灭 然后再踏上回家的路 回到家以后 老妖将切好的药材放在旁边进行晒干 不过要说到让人最喜悦的事情 那就是旁边的辣椒苗长得很好看 不过老妖打算移栽到另一边去 毕竟这边之前翻土处理过 这里的土壤也比较肥沃 老妖同时还移栽了一些番茄苗过来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 背后的豆腾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满豆腐 移栽好番茄苗以后 老妖在旁边挖了一条条浅钩 他打算在这片区域种上甘蔗 不够种之前要先将甘蔗砍成几节 只要别砍到芽点就行 砍完之后老妖开始摆放甘蔗 摆完以后再进行复土 当然了 种植的方式有多种 有些是将甘蔗岸一半进泥浆进行种植 上面再盖上一层薄膜 不管用什么方式 适合自己就好 最后老妖打算再种一些种子就休息 因为下一期他打算养些鸡 而进程是唯一的选择 男人把生活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方式 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生态蔬菜 还有一窝随时下蛋的鸡 这生活简直十分的哇塞 老妖一早就开始打理养鸡的地方 养鸡棚的搭建过程没有录制 所以大家就只能先靠想象 随后他先在地板铺上一层棕榈叶 然后再铺上一层软料 毕竟老妖不打算买小鸡 他打算直接进城买成年鸡回来养 这样不仅可以快速吃上蛋 还能更快地壮大鸡群 不过为了减少开支 老妖只能先步行到朋友家 到达阿文家以后 这位老朋友也是进行了热情款待 有个真朋友 路肯定会好走一些 随后两人又整了两杯水 老妖给包工头阿文说了一些心里话 阿文知道老妖最近手头紧 所以也是尽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为了方便老妖出行 阿文还借给他自己常用来跑工地的车 准备好一切 现在就只差进城买鸡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 老妖总算找到了卖家 不过他们的谈话内容让小编很震惊 因为这种民族语言小编能听懂一些 难怪生活方式竟然如此的相似 不过除了买一些喝水壶和吃掉桶外 他还顺带买了些鱼干 老板也是非常热情地一起进行捆绑 虽然路途遥远而天色已晚 老妖还是努力地赶回家中 因为这是他最温暖的避风港 睡谁家都没有自己家踏实 只要保证好自己的一日三餐和充足的睡眠 那些井上添花的事可有可无 人嘛 有时候需要刻意遗忘掉一些痛苦 除了死亡 一切都是擦伤 给别人温柔的同时 也别对自己太狠了 第二天一早 今天的天气看似不太乐观 自从有了这些小狗狗的陪伴 老妖的生活还是少了许多孤单 雨停后 在这样慢慢走近地里看看 之前种的种子都已经长出了苗 而且还长得非常健康 这是大自然赐点老妖的喜悦 而且旁边的痘藤也兼满了痘子 为了让瓜苗有个适合的生长环境 老妖打算搭个小棚子 下雨后薄雾弥漫 露珠洁白四藏宝石 一花一木 活缩如画 看到如此般美景 只能感叹感叹 雨下下又停停 但老妖还是继续搭建自己的小棚子 每一根竹竿都认真的固定 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的成果更让人舒心 而旁边的西红柿也开始结果 老妖也在这片区域搭起了架子 以后果实累累的样子就是最好的景色 固定方式也是十分的简单 自己自足的生活挺好的 少了一些喧嚣 多了一份安静 话说很久没被这样的东西粘在裤子了 你还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这是一种让鱼儿爽到雅灭蝶的作福 将其敲碎后放进水里 就能捡到小溪里的鱼儿 今天老妖又在旁边开启开荒模式 不过她发现了一种解渴的果 吃完一个她还想多吃几个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羊咪咪 一种可以通过5G传导 让大部分人躺下清口水 一般只有大佬敢多吃一些 随后老妖又回到地里刨树根 这可是根好东西 老妖将其砍成几段放桶里 然后一人偷偷摸摸来到小溪 她先在小溪围起了一个个小水坛 可以说这次围得非常完美 周围都处理完以后 老妖开始将树根一一敲碎 能不能吃上肉就靠这次搬它 敲好后她开始放进水里 要不是提前看过 还以为她在制作天然洗衣粉 经过不停的敲打和清醒 鱼儿好像有了一些反应 老妖提着筒慢慢捡干活 看着鱼儿昏睡的样子 这辆还是很足的 而且有些还是牢底坐穿鱼 这些都是坐牢的技巧 谁学谁捣血妹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老妖收获满满 连狗都感受到了今天会有大餐 为了吃起来更加爽口 老妖也摘了些南瓜糖的嫩筋筋 这种可以炒来吃 也可以直接一瓢油加清水煮 不过老妖还是选择了第二种 所以她又过来摘了些豆子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都吃上豆子 虽然没有一枚媳妇陪在身边 但单身狗的生活还算过得逍遥自在 鱼炒得比较随意一些 至于南瓜间的话 也是做得非常简单 外加一盘炒豆子 这样健康的生活状态 让人看起来多多少少 不有一点无奈 不过狗子们就只能吃吃清水办法 不过让人疑惑的就熟养鸡的方式 老妖平时养鸡都是砍香蕉树 扛回来后先将其切成一块块 然后再慢慢剁碎一点 这东西鸡特别喜欢吃 不过这样养的鸡 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走着走着 有些东西正在变得遥不可行 这是专门提供奥利给进出的小洞洞 四面墙体也非常透气 简直是奥利给的绝佳之地 老妖因为厌倦了野外奥利给 于是他开始挖地基来建茅房 虽然土里没什么树根 挖起来比土拨鼠都还要顺利 但炎热的天气使得老妖大汗淋漓 由于一个人的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样的深度是完全足够的 挖好足够的深度 老妖开始处理坑的周围 他需要先将平面处理的更加平整 这样方便后期进行搭建 随后老妖开始在上面搭竹竿 虽然安全性看起来比较一般 但老妖很信任这样的承重性 想想好像摔下去也问题不大 不过竹竿的摆放也很讲究 中间必须留出一个小口 摆放好以后 老妖才开始慢慢铺上一层土 然后再这样用竹竿慢慢拍平 看着这样的弹性 但凡掉下去 土都会帮忙把奥利给先掩埋 沾上翔应该不太可能 紧接着老妖开始建造茅房的柱子 挖好基坑后他便开始埋竹竿 由于很简单 他三两下就固定好了竹竿 为了固定更加方便 当然也得制作一些竹条 制作完以后 屋顶结构的搭建便有了开端 而这样的固定方式简直十分OK 学会了自己也能回家搭建 在里面窝爸爸当然也很OK 搭建完竹体框架 老妖在上面摆上一根根竹竿 然后再用竹条进行一一固定 这样屋顶的龙骨也不止好了 至于覆盖材料的话 还是使用同样的老方法 直接将棕榈叶从下往上进行铺设 由于铺得太过瘾 老妖一直铺到了天黑 第二天一早 今天的天气很晴朗 但老妖没有直接搭建茅房 而是先喂起了鸡 毕竟买鸡的钱还是跟阿文借的 要好好养鸡来还债才行 喂好鸡以后 老妖才开始将昨天没铺完的棕榈叶完工 别看这样的竹结构很简单 这种摇晃度都没能将其摇垮 随后老妖开始制作墙体的竹板 但幸福来得太快 她都没办法躲闪 不过茅房也得建造一扇门 要不然回首掏小狗有点麻烦 编织好竹板以后 老妖先进行简单的安装 而后 老妖又简单制作了一扇门 为了增强其稳固性 它还在上下两侧分别固定了藤蔓 而固定后的效果看起来还算OK 为了方便排水 老妖又在旁边挖了一条排水沟 然后再倒上烧火留下的灰 一个不臭又透清凉的茅房就这样搭建完工 男子野外发现全孙卯结构木房 人生匆匆几十年如白鞠过戏 转眼她已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这里不仅鸟与花香 蝴蝶翩翩起舞 还有小狗狗们的长期陪伴 新的一天从农场慢慢打开 但风风似乎比老妖都还要勤快 虽然老妖今天起得比较晚 但她一刻也没有让自己闲下来 老妖打算在这边种上一些玉米 因为养鸡总不能一直砍香蕉树来喂养 翻土完成以后 老妖开始种植玉米 由于场地比较小 加上自己时间比较充裕 所以老妖不用锄头挖洞来种 而是用手慢慢抚摸着土壤 忙起来能治疗一些不好的情绪 随后老妖开始在旁边拔草 之前种的甘蔗已经长出了苗 不过整体效果看起来似乎差了许多 但老妖还有新的种植计划 她想让自己的土地长出更多漂亮的花花 于是老妖开始在旁边的空地清理起杂草 而这些杂草以后可是不错的农家匪 只需要一把火烧掉就OK 清理完以后 老妖开始翻地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很快要过去 不过首次翻地看起来会比较粗糙 所以老妖只能用竹竿慢慢敲锁 小狗狗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他们的快乐能让老妖心情更加舒畅 看着天色渐渐暗淡 老妖还想改造一下中心花齿 这里她想种上新的植物 毕竟这样的植物看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疲倦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危机 这次她还是插了些买来的玉米在里面 以后的生活还得靠他们单的 今天的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晴朗 老妖一早就开始制作起竹板 紧接着她在圆形花池上建造起竹篱板 完成后的效果也还算好看 昨天开荒的地块她也围了一圈竹板 以后这片土地会开出十分漂亮的花 这样就可以引来蜜蜂和蝴蝶 自从外出打工 再也没有看到过翩翩起舞的蝴蝶 那里只有一个小时十八块的青春 永远都有十八的人 没有的是一直固定在十八的青春 建造好竹篱板 老妖开始准备种植的种子 混合好后再缓缓撒到翻好的地里 而对于面积比较大的这块地 她先浇了一遍水 然后再将准备好的种子撒到地里 虽然狗很好奇这样的操作 帮不上忙的他们只能躺到一边玩耍 当然了 圆形花池这边也没有落下 现在十分盼望着开花的那一天 蝴蝶飞来的时候 应该很美很美 今天老妖打算采收一些蔬菜种子 收集之后会将其放在太阳下晒干 但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即将要发生 看着这样长得茂盛的一棱草 果然里面藏着一根大蜡条 老妖随即用木棒准备展开行动 这蜡条有谁认识吗 看老妖这敏锐力应该不会吃喜 不过蜡条似乎不打算和老妖纠缠下去 奈何老妖想利用自己的方法将其感同 所以在趁蜡条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 他果断出手 蜡条就这样被他轻松拿捏并带走 不过老妖可能刚才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他先去上了个小号 不过蜡条他暂时放在了把子上 狗子们不太理解老妖的过法 不过老妖上完小号又立马回来拿捏猪蜡条哥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随后老妖拿着蜡条往院子外走去 只希望蜡条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 找好地方以后 老妖将其放归于大自然 遇到这种情况虽然非常害怕 不过只能选择坚持克服困难 蜡条出现在那里 大带律是因为那边的老鼠很丰富 以前开荒时他和阿文就遇到了一窝 这才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些竹笋可以采收后拿到集市去变卖 老妖一早就采收蔬菜种子 不过这些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晒干 而现在也是竹笋的季节 老妖打算上山采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有了钱能多买一些家禽和生活必需品 不过挖竹笋的路程大概需要走半个钟头 这些地方小时候经常来玩 所以老妖非常熟悉路况 很快他就找到了满意的竹笋 老妖立刻投入到工作中来 铁线下得有力而又有节奏感 一点点松脱 慢慢地挖开了笋笋 不过没想到这根竹笋出乎意料的大 在这样的笋季 大笋能卖不少的钱 不过生活没有彩排 每根好竹笋都要经过四处搜寻 而且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来过此地 遇到合适的竹笋 老妖会挖得十分小心 目前他也就挖到了两根 不过这片竹笋找起来还算方便 由于经常挖竹笋 这样隐藏太深也能被他轻松发现 看着这一道道舒心的颜色 这何尝不是竹笋吐露出来的最大惊喜 但最惊喜的还在后面 往前走几步 索性无愧于他的期待 听着一阵阵清脆的声音 老妖就把这根笋苗割了下来 真是过瘾 不过别小看这几根竹笋 看着老妖脸上的表情和皱起的眉头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质量和重量 至于最大的这根竹笋 只能先采用这样的方式将其拿回去 来的时候很轻松 回去的路上竹笋简直就是一种负担 不过满载而归散发着热爱生活的光芒 挖了半天的竹笋 老妖也是收获满满 回到院子 立马就能感受到家的安逸和温暖 但疲惫的身体还不能立即放到竹沙发上 这些竹笋还得进行精心处理 老妖找来了一块塑料布放在地上 然后才开始处理起竹笋 处理好竹笋以后 老妖才照顾起狗狗们 并检查一下是否有伤口或其他问题需要关注 告诉他们今天虽然忙 但会尽可能地给到一些陪伴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往鸡卷走去 由于集市离这里很远 所以老妖需要在过去之前用食物喂养好鸡 而平时除了喂养食物以外 给鸡提供一个良好的喝水环境也必不可少 而且每天和这些可爱的生物进行互动 也能带来一定的快乐和满足感 因为它们十分的简单 喂养好鸡以后 老妖准备出发即时 她已经很久没去过那了 这是野外很会挣钱的男人 一大早就来到山上挖竹子 而能不能颁本就看今天的地摊经济 生活不易 老妖卖损 现在只要有人驻足观看都会让她感到高兴 很快有位大哥就迫不及待上来寻价 讨价还价 吃亏最大 所以大哥也是毫不犹豫地掏起了腰包 而老妖就这样成功拿下了一单 随着一阵震人声沸腾 老妖的生意发展得十分顺利 自己挖的竹笋能受到如此多的欢迎 对她来说不仅非常有价值 还令人感到十分的开心 而老妖也没有强买强卖 完全照顾了消费者的需求 很快老妖就卖完了竹笋 剩下的两根是送给老板娘的 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 老妖开始挑选一些蔬菜种子 即是上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各种服装琳琅满目 令人眼花缭乱 经过认真的筛选 老妖打算也给自己整两条短裤 我看目前老妖最缺的是一枚媳妇 这样或许生活会更有趣一些 出来以后 老妖打算再买一些芋头回去种 而旁边健康的小鸭子 她也入了手 现在大家庭又增添了一份责任 也是一份乐趣 对于午饭的话 老妖打算吃得简单一些 虽然口味可能不太好 但在她的眼里 每顿饭都是珍贵的享受 如果你体验过这样的吃法 你会明白 这其实是一种艰苦又单调的生活 在这样枯燥无味的日子里 只能默默接受着艰苦生活带来的一切 它是一种苦难 并不值得去歌颂 在回去之前 老妖还有件新事要完成 那就是来看望爷爷奶 他们一边看着远处的山巒 一边轻轻地说着话 大家都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时光 这样平淡温馨的氛围 让人感受到了一些生命中珍贵的东西 亲情带给了我们无尽的快乐和温暖 不过老妖又有了新的打算 她在爷爷家后院砍起了木树 砍好以后 她才带着小鸭子们一起出发 这才是梦的地方 回来能解开一直悬着的紧绷的鞋 在漫长的旅途中 她的身体和心灵经历了许多的疲惫和不安 但是现在 看着如此温暖的场景 踏进自己熟悉的大门 闻着那熟悉的院子气味 这一刻 是温暖又欣慰的 而回来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危机 至于小鸭子的话 老妖打算先暂时放进笼子里过夜 后面会好好安顿他们 让他们能自由活动 就这样 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日子即将结束 星辰 老妖的屋顶冒着一缕缕炊烟 预示着她已经开始做早餐 但今天的天气似乎不尽人意 老妖才想起来之前晒的蔬菜种子 这些晒好的种子 需要放在干燥的地方储存起来 养仗天时地利苦苦耕耘 收获受到大自然的影响非常大 收好种子以后 老妖有了新的打算 上次买回来的小鸭子还没有安顿好 但在此之前 她还需要先喂鸡 这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除了能吃到非常安全的鸡蛋和鸡肉 也为辛苦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现在来看 老妖还是一身轻松的 而判断她什么时候开始忙碌起来 只需要看那把万能刀 什么时候佩戴到身上 配备好装备 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紧凑地开幕 老妖打算在此地建造一个竹棚 这样小鸭子们有玩耍的地方 而大自然总是那么的无比神奇 老妖的青柚树开满了漂亮的花 挨挨挤挤的花朵 似乎正在过滤污浊的空气 很快老妖就将地基平整得差不多 然后她搬来石头开始砌出 现在整体看起来比较平整 也异于排水 对于搭建材料的选择 由于上次建造厕所 还剩一些竹竿和棕榈液 所以老妖不用再花时间收集材料 搬好竹竿以后 她拿起铁先开始向下挖掘 这样可以依靠的工具 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和坚实 挖好坑以后 老妖开始固定竹竿 这个过程虽然有些辛苦 但至少它承载着未来的重量和希望 为了搭建出合适的框架 她开始确定前排的设计 然后再将多余的部分锯掉 而后侧的搭建也是使用同样的方式 有了主体框架 顶部的龙骨很快就固定的差不多 忙碌也许是解决烦恼的良药 但也许只是暂时分散注意力和减轻烦恼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 搭建一个小棚子都显得有些疲软 不过闲暇至于可以看看鸟从花朵获取营养 这种满足自身能量需求的行为 何尝不是一道舒心的风景 很快老妖就将棚顶搭建的差不多 不过目前比较麻烦的是建造围栏 所以老妖不得不出去一趟 由于竹林比较遥远 竹子扛回来时太阳已经下山 在夜幕降临之前 老妖打算再制作一些主板 这样的环境 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和舒心 这是我见过最会享受生活的男人 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撸狗 不到手软绝不会去干活 随后老妖开始忙碌起来 毕竟昨天建了一天的鸭棚都没有完工 而建造的第一步当然得先制作主板 不过地上的蚂蚁真是令人密集恐惧症泛滥 老妖三两下就制作好了一堆主板 然后他开始沿着外围搭建 由于没有好的敲打物 老妖只能先将就使用石头来固定 这样一直围到凉亭 主要是为了防止鸭子进入菜园 固定好主板以后 再这样围成整整一圈 鸭棚建造墓前就算告一段落了 紧接着他开始在下面产土 老妖打算改造池塘 这样挖一层泥土出来以后 池塘的水位能更高一点 以后还可以放养一些小鱼在里面 老妖盯着铲子不停地挖着土 想起以前阿文在的时候 两人挖起来特别给力 也不知道阿文还会不会来此地重游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老妖的汗水已经湿透了她的衣服 平整差不多以后 她开始往里面灌水 听着这样清脆的声音 老妖顺便洗把脸 清凉的水顺着脸颊滑落 洗去了一天的疲惫和污垢 而这么舒服的一刻 当然得打着光脚板来放鸭子 他们身上的黄绒毛柔软温暖 让人忍不住想要抱在怀里 随后老妖又开始平整食堂 由于这野外也没什么玻璃丁 完全可以十分大胆地踩在上面 小鸭子们也下来凑凑热闹 从这一刻起 鸭子们总算有了免费游泳的好地方 他们可以尽情地玩耍 鸭子赶紧长大 老妖再这样单身下去也不是办法 野外这样安装 真的能发电吗 老妖发现了一处可以安装水轮机的地方 于是他先将周围一一清理干净 再开始刨出以前安装水轮机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土壤和石头已经将其掩埋 不过老妖已经找到了之前的水流入口 看来修复一下应该还能使用 于是他按照路径开始铲土 能不能发电就靠这次单本了 不过难点不仅在于引水进来 老妖挖好沟区以后 他开始通过搬运石头来改变水流方向 而在水里抬石头还算轻松 抬出来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了重量 很快他就将水引了过来 目前来看这样流入的水量太小了 但这还不是重量 只见老妖又往下钻进去 原来他打算先清理排水管 目前还得先清理可能阻止水流的东西 清理完以后 老妖继续围沟区 刚才的水量实在太小 无法满足发电的需要 围得差不多以后 他又继续跑底部的事 可能跑得实在不够了 老妖直接挽起了一套房 现在的漩涡看起来已经很给力 做完这些以后 接下来就是安装老式水轮机 老妖已经准备好了老一代的传输线 由于线的长度不够 他只能先将短线一一连接起来 得到合适的长度以后 接下来就是将其系在树上 不过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现在只能靠一招猴子爬树打拼了 索性老妖体力充沛 他很快就固定好了些 而下去可比上来要快 特别是脚步小心打滑的时候 现在线已经迁到了安装水轮机的位置 为了能快速体验到野外发电的喜悦感 他很快也将线迁到家里 目前总算可以开始安装照明系统 安装完照明系统以后 接下来就只剩安装水轮机了 老妖先将线一一连接好 然后再放到水流入口 看到这样的漩涡 再看看飘来的叶子 看来还得制作一块挡板来阻挡植物叶 而最方便的莫过于使用竹条来编织 编好再这样放上去以后 就像与壁子一样非常好使 果不其然 挡住叶子是很有必要的 看来以后还得经常来检查水轮机 不过有趣的还在后面 打开灯以后这感觉像极了蹦迪的灯光 这灵感来源于水流的问题 于是老妖搬了些棕榈液来填放 要不然水都从石缝跑路实在影响电力 而填放后的效果还是很 老妖一直忙到叶木降临才解决了电的问题 在野外如何发家制服 老妖一早就开始修剪番茄 给番茄修枝可以促进植株生长和果实产量 同时也可以控制植株的大小和形状 方便管理和采摘 此外 还可以让植株更加通通透光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提高果实的质量和口感 修剪完以后 老妖开始拔草 因为接下来它需要进行追肥 所以里面也需要拔得十分干净 拔完草以后 再用锄头精心地处理一遍 现在看起来干净又通透 而这些杂物需要统一堆放到一遍 以后还可以捎来作为农家肥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打算先出去一趟 每次喂鸡的香蕉树 她都需要拔山涉水过来扛 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家的 反正砍一些应该也没事 大不了就送些鸡协商协商 虽然路途比较遥远 就当它是一次次的锻炼吧 很快老妖就扛到了院子里 目前喂养鸡鸭的食物 已经准备得很充裕 不过老妖又再次往外面走去 几个小时过去以后 老妖总算是又再次回来 不过听着这样的脚步声 能感受到步伐十分沉重 远远看去 这样的香蕉看起来并没有熟 老妖说朋友给她展示了 用香蕉作为肥料的方法 不过朋友所展示的是熟香蕉 而目前她并没有那个条件 不过也想试试这样的可不可行 于是老妖将香蕉切成小块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原素 在番茄生长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甲原素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发育 切好以后 老妖慢慢放置于番茄的根部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转眼果实已经结满了枝头 不过放香蕉只是第一步 老妖又倒了些灰在准备好的土壤上 然后再用铲子进行混合均匀 因为一般是将香蕉爆皮后切成小块放入土中 但老妖只能选用二次附土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这才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老妖修剪完番茄以后 她又继续给黄瓜做修剪 随后又开始进行拔草处理 因为刚才切的香蕉还剩一部分 她也想给黄瓜统一安排上 不同的是这次附土她直接用手 不过小狗狗好像也学会了这种 但凡吃过良心的狗也不会这么干 老妖只能先将这边处理好 有空了再拿竹条过去抽她几下 开个玩笑 不过豆苗也长高了不少 附土可以帮助豆苗稳定生长 增加根系的生长空间 提高植物的抗风抗导性能 做完这些以后 再浇一遍水 简直不要太适合 而今天就这样完美地画上句号 一日之际在于晨 老妖早早就开始拔草 这边她也种了些番茄 还是像昨天一样给番茄追肥腹脑 不过今天的主角还没登场 这个要问尖利小胖子才能有所了解 老妖今天打算将之前种的花青除掉 因为她打算在这里种些洋芋 不过之前种花就引来了很多蝴蝶 所以除草也遇到了一些爬来爬去的小可爱 除完草以后 老妖开始整地 这次种植的方式她选择调泊 整地完后再撒上一层灰和稻壳来垫底 灰和稻壳可以吸收土壤水分 保持土壤湿润 有利于洋芋的生长 同时也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开始将洋芋切成块 但凡旁边烧着火 这饱满度的洋芋烤起来肯定很不错 吃过烤洋芋蘸辣椒面的都知道 这样的手法非常娴熟 按一定间距放置完以后 她开始进行复土 由于面积并不大 用手复土会更加亲切 院子就这么大 种些自己喜欢的蔬菜即可 复土完以后 再进行人工降雨 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开始拖家带口往外面走去 她抱着小狗狗们来到小溪边 这么热的天 她打算给狗狗们来套清凉的服务 但服务貌似不是那么的顺利 因为溪水真的太清凉了 冻成狗真的不开玩笑 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 虽然平淡无奇 但也充满了忙碌和充实 老妖一早并没有纤维基 而是将菜接杆放在布上慢慢揉搓 这样菜籽就会破壳弹出来 不过这种传统的收集方式已经不常见 大部分人会选择直接购买种子来种植 接下来就是将菜籽和豆芽分开 这样就得到了一小堆的菜籽 而老妖打算先将菜籽储存在干燥的竹筒里 不过这些竹筒它会暂时放到土造台旁 这样能避免菜籽因水分含量高而发霉 室内小胖子们正静静地躺在凉爽的地板上 他们慢慢陷入了甜美的梦乡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往鸡舍走去 照顾鸡是她的日常工作 每天的上午和下午都会定期完成 养鸡的生活充满了辛苦和繁琐 但老妖也能够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因为除了能够享受与他们亲密接触的乐趣外 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努力转化为鸡蛋的产量和质量 喂养好鸡以后 老妖开始处理之前带回来的牧鼠 种植牧鼠是为了以后方便养殖家畜 不过种植的方式还算简单 到种植点后先挖出一个个浅坑 看着这样的土质应该还行吧 加上坡度也比较大 行不行还得几个月以后才能见分晓 有种过牧鼠的可以深入讨论一下 挖完坑以后 老妖开始种植牧鼠 种植方式简单粗暴又明了 能用脚的一般不会用到锄头 而旁边的小胖子也在忙碌的刨坑 随后他静静的坐在那里 眼神深邃的他仿佛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而此刻老妖也将牧鼠种植完毕 不过他并没有停下种植的角度 而是继续在种植南瓜的区域进行除草 不过除草他也是十分小心 有人说南瓜胆小气性又大 但凡你一指他就能把他给气死 此刻的我按耐不住隔空植了一下 不过除草也会带来一些食物 所以老妖打开了鸡舍的大门 健康成长还得靠着这样的天然饰品 除草的工作他一直干到了天色变暗 这一大片他打算明天种上芝麻 在夜幕降临之前 老妖还是给农作物浇了一遍水 第二天一早 阳光还没撒到老妖的院子 但他已经起来准备开始干活 第一步当然是换上这一身绿绿绿 有人说为什么一直穿这一套啊 这可能还得从一块烂的破洞 依然还舍不得丢的毛巾说起 如果没有什么急着要做的 老妖每天一早就会先喂鸡 用不了多久 自然而然就会收到来自母鸡妈妈的狐狸 做完这些以后 温暖的阳光已经洒进老妖的院子里 不过回来后老妖又立马走出去 昨天这片区域已经除草完毕 今天可以进行芝麻种的撒搏工作 不过在撒搏之前 老妖先将杂草桶一堆放到一边 但是草它还是留了一些薄薄的铺在上面 老妖的想法是以后浇水能起到保湿的作用 做完这些它才进行芝麻种的撒搏工作 撒搏完芝麻种之后 老妖还打算种上一些生姜 毕竟姜可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和药材 整地完以后 老妖先在上面倒了一袋的倒壳 然后再将其与土壤混合均匀 搞定以后再将其分为两块小区域 这样就可以种上两排生姜 这才是健康的生活状态 这里的每一种蔬菜都没有使用化肥能药 吃起来十分安全 转眼老妖的南瓜已经可以下饭 于是她一早就出去砍了根竹子扛回来 老妖打算用这根竹竿来制作一个馒头框 生活需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它能让自己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丰富性 编织竹篮是一项美妙的手工艺 它需要耐心 技巧和灵巧的手 而柔软又一弯曲的竹条是优质的制作材料 在工作之余 品茶也是老妖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生活没有聊天谈笑 但享受着茶叶的香气和清爽的口感 能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舒缓 准备好编织的材料后 老妖开始编织框 但小胖子的调皮就有点影响她的编织效果 已不这样用一条条面来进行固定 需要一步步慢慢进行一上一下的调压 有些大佬习惯边用脚踩边进行编织 老妖目前只想大概编织一下 所以实际效果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底部的编织其实还算简单 难度在于编织馒头框的侧壁 因为常常到这里会使用模具来作为辅助 而外面的情况似乎不太乐观 蜻蜓逼飞浴试着要下雨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织以后 目前侧壁也非常OK 紧接着老妖开始进行收口 她直接将超出的部分剪掉 然后再用包口面来进行包口抽屉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丸头框总算编织完毕 虽然略带一丝丝的粗糙 但至少它是免费的 而小雨也是如约而至 花朵的颜色也变得更加鲜艳 清新的空气激发着老妖干活的动物 于是她慢慢向着大门走去 院子里百花齐放 花香四溢 而老妖打算清理这些小区域的杂草 这样自己种的花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环境 不过下雨天干活确实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 毕竟潮湿的环境带来的感觉就像变味 蜘蛛网上的水珠像一颗颗晶莹的宝石 闪烁着微光 枯叶在它的拉力下不停地旋转 最美的可能是种植番茄的地方 也许院子里的大红花才更加好看 这样美丽的院子真是让人向往 很快老妖也将周围都清理了一遍 于是她将杂草都倒在了周围来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又去外面扛了些竹竿粉 看着这样的叶片应该种的是甜瓜 确定好尺寸以后 她先将竹竿一分为二 然后制作成竹条来慢慢编织成格栅 编织好以后 再固定到甜瓜的旁边 这样以后她就能顺利地爬上大门的竹架上 做完这些以后 今天的工作算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于是老妖拿着馒头筐匆匆往外走去 经过一番的仔细观察和寻找 这个小嫩瓜已经可以下饭 上次有网友说想去偷瓜 你怕是不知道杀猪刀豆爸爸的威力 为了防止偷瓜 老妖还是检查了一下她的南瓜 心里有数之后 她才转身离去 小嫩 小嫩 野外除了烧火带来的天然肥料 当然还有其他的肥料制作方法 跟着专业铲屎官老妖一起来看看 早晨 小狗狗们还在享受着温暖的气息 老妖则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工作 这些竹竿他打算用来编织成竹筒 先将竹竿按尺寸处理好 并将竹节的部位修理完毕 紧接着将竹竿一分为二 然后再这样将其分为尺寸相差不大的竹筒 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一看就会 一做就废 随后用杀猪刀慢慢破除竹面 大佬一般不用戴手套 就这样竹面很快就制作完成 于是老妖开始编织竹框的底部 先这样用竹面纵横交错来进行编织 这是编织后的底部效果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在底部插入两块竹板来进行加工 接下来就是编织竹框的侧臂 侧臂很考验人的技术 在大脑和双手的强力加持下 老妖一圈圈地编织着竹框 看来野外想要过上安全又舒适的生活 各种技术是必须掌握的 编织好以后 老妖准备好了一些藤条 然后再这样一一插在竹框上 藤条看起来非常牢固 缠绕起来的作用也会更加OK 编织好以后 完美的竹框就这样制作而成 老妖也用同样的方式编织好了另一步 接下来就是准备捕捉的过程 看着这样的色彩 这竹子强度还是很OK的 不过看着这样的强度 看来老妖只打算用来挑些清点的东西 编织好竹框以后 老妖打算开始制作堆肥 而堆肥的场地暂时就定在这里 她先向下挖出一个深坑 然后再放一些植物在坑里面 虽然挖得很过瘾 但夜幕降临的脚步也暂停了今天忙碌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 植物上的水珠透露着今天的天气 不过雨并不大 于是老妖带着美好的心情往外走去 一段时间过后 她来到了美丽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免费的小 作为一个专业的产屎官 这清新的气息真是令人难忘 幸好它们都已经变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 老妖总算满载而归 接下来就是堆肥的关键时刻 先在昨天铺好的植物倒上动物粪便 然后再铺上一层植物 再倒上一层动物粪便 再铺上一层植物 就这样 上面再搭上一些竹竿 再放上一些准备好的棕林液 这下总算是完成了堆肥的制裁 这样的堆肥效果你是过吗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清洗竹框 不过难搞的是 在原路它发现了调皮狗 对花姑娘的摧残 于是老妖又制作了一些主板 然后按照一定的间距固定在原路口 虽然路变窄了 但有花的绽放 会让整个院子更加有生机 青植炒青番茄 吃过的人都知道那股爽劲 不过青番茄有一定的容器 老妖还是选择先存放一段时间 昨天老妖花了些时间去挑选适合种植的品种 最后她决定要在院子种上一些花生 在种植之前 她需要先将花生壳一一掰开 这是来之不易的花生米 所以老妖并没有馋嘴 要是再多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掰开轻轻地放进嘴里 很快老妖就准备好了种植 于是她选了一个比较适合的种植区 翻土的位置看来离鸡舍非常近 所以后面还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面朝黄土被朝天 老妖总算开出了一块比较大的场地 为了方便种植 她还是将土壤处理成条状 不过老妖并没有在条形土壤上打窝窝 为什么呢 因为她打算直接用手来扒开进行种植 而一个窝窝她则放进了两颗花生米 至于猪具的话 一般也就25到30公分左右 在种植花生的时候 如果有草木灰的话 也是可以放些草木灰后再盖上土 没有的话也不要紧 很快老妖就种植好了花生 虽然没有烈日照在大地上 但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梅雨 种完花生以后 老妖打算采摘一下番茄 来到种植的区域 老妖心满意足地采摘着番茄 她也是十分小心 这样能避免损伤到植株 这段时间经常会有大雨来袭 她担心番茄掉下来会腐烂在地里 而采摘后的番茄也会先存放一定的时间 这样没用化肥种植出来的番茄 看着一颗颗饱满的样子 老妖心中充满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突然间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密闭 始终还是来了 砸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但老妖并没有停下采摘的步伐 雨水让她视线变得有心无 她不得不继续弯腰低头检查有没有 检查完以后 老妖才舍得离开 雨水打在她的脸上 让人感到一丝丝的寒冷 大雨来得如此凸冷 这让她都没有来得记躲 不过看着这样的收获 还算让人感到一丝丝的暖 看着这样的人 看来剩下的时间也只能先休息 而雨也越下越大 外面的景象也变得越不清 这样的天气情况非常适合她 第二天一早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微风轻浮 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而老妖也开始忙碌起来 她还得将番茄分层存放到一起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准备开始铺塑料网 因为鸡经常从围栏的小洞钻出去 加上也刚种上花生 她不得不重新建设围栏 而效果就是这样将下侧的围栏铺上塑料网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危机 爬到四十多米高的地方寻找石虎 这是老妖来野外第一次挑战这样的高难度 一切的缘由还得从这把杀猪刀说起 因为考虑到花花草草还不够丰富 于是老妖打算踏上漫漫旅途 不过在远离熟悉的土地之前 保持杀猪刀的锋利能在旅途中带来安全感 做完这些准备以后 老妖才缓缓踏上寻找花花草草的旅途 首先她要先穿过一片森林 然后再经过无人踏过的独木桥 身体轻盈而敏捷 不乏沉稳而灵活 仿佛她在面对一次重要的考验 走过独木桥后 接下来又得继续爬坡 一个人在野外是很危险的 不小心滚下来烂了都很难被发现 不知走了多久 老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 但看着这样的大树 老妖感到自己的身体微不足道 仿佛这棵树是一个巨人 而它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 不过来都来了 不爬上去那是万万不可能 瞬间老妖化成形者孙 她的手和脚像猴子一样十分灵魂 很快老妖就爬到了舒压叉的位置 这么潮湿的环境 一不小心踩滑了就要断羹 不过好在她暂时爬到了可休息的地方 这样方便恢复体力值 体力值拉满后 她又继续往一边爬去 爬到这样的高度 俯瞰整个森林 仿佛所有的危险都已经被她征服 目前老妖已经找到了满意的开花植物 这些石壶她打算拿回去装饰自己的院子 为了得到更多的石壶 老妖还得继续往上爬 还是应了那句话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那些轻易得到的很难会珍惜 既然上来了 老妖也是毫不客气的全部收下 不过面对这样的高度 扔下去的石壶不一定都能掉到地上 而这样四十多米的高度 下去也有一定的难度 经过一番的折腾 老妖最终还是安全脱身 紧接着老妖开心地捡起扔下来的石壶 地上的倒是好减 树上的就麻烦一点 不过有些也不算高 掏起来还算省力一些 收集好石壶 老妖才缓缓踏上回家的路 回到家以后 老妖先将准备好的腐植制放进水里 处理完以后 她才开始种植石壶 这一刻是非常安静的 种植完以后 老妖先简单地进行了修剪 然后再一一将其挂到钢丝上 经过一番地仔细观察后 右边她也挂上了几盆 为了整体看起来更加美观一些 她又挂上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花盆 来装饰院子 美好而又具有挑战力的一天 就这样悄悄地过去 第二天一早 老妖就出去买了些苗回来 她打算在院子 补种一些蔬菜和水果类植株 少是少了点 但饮种过来以后 就不用再上街买 而离竹架最近的地方 她打算种些爬藤类植物 挖坑完以后 老妖出去挑了些牛粪回来 牛粪放进去 要先与土进行搅拌 这样种起来也方便用手服 以后能不能斑本就靠她俩了 种完两侧以后 接下来就是选一个地方来种上生姜 最后老妖还是选择种在了养鸭子的地方 时间过得很快 一天也要这样静悄悄地过去 在这片土地的一角 老妖种满了生姜 对她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地方 老妖种植的南瓜可以卖了 这是她第二次上街进行的买卖 由于老妖这里离极市非常遥远 所以她今天起的比以往都还要走 准备好以后她开始采摘南瓜 这里的南瓜长势还算喜人 一个个大大小小 形态各异的南瓜挂满了藤籃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摘 老妖获得了两箩筐的南瓜 不过看着这样的成果 她决定还得加一些之前收获的番茄进来 但老妖还是留了些以备不时之需 准备好以后 她才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院子 到达集市后 选址非常重要 没错 老妖打算直接打入敌人的情报中心 虽然随时会给自己带来强大的压力 但抱大腿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常人所不知的信息 很快老妖旁边就站满了人 毕竟这些南瓜早上才采摘下来 保熟又保鲜 不过生意也不那么好做 今天来赶集的人并不多 实在不行老妖还是打算卖身了 在她一顿的吆喝之下 总算喊来了一位小姐姐 不过此刻有位女侍主也想买她手中的瓜 但这瓜目前已经名花有主了 无奈的女侍主只能靠边站了 由于担心回家太晚 于是老妖将剩下的两瓜送给了店家 清点好小票 她还有新的打算 首先老妖需要准备一些路上吃的食物 这样的食物自己很难制作的 想吃只能来赶集 记得以前爸妈出去赶集 那时候吃上一个包子都是令人向往的 选择这样的食物 不仅便宜还很方便携带 买完一些生活必需品后 老妖打算给自己来一套洗剪锤 由于条件受限免去了洗的过程 而剪完的效果 看着比之前精神了那么一点的一点 理发完以后 她打算给自己买一顶帽子 毕竟风里来雨里去的生活常伴身边 做好这些以后 她才慢慢踏上回家的路 回到家以后 看着这样安静的环境 如果你正在享受生活 等你老了的那天 回看今天的一切 你会发现你做对了 这样的生活虽然看着简单了些 但老妖已经很满足 休息好以后 老妖往养殖家禽的地方走去 她先给鸭子们铺了个温暖的小窝 然后再去池塘边装水 一个人的生活里 有这些鸭子也能增添一份乐趣 这是一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地方 院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浓度 老妖的生活虽然简单 但是却充满了无比的快乐和满足感 美丽的早晨 让人感到无比舒适和愉悦 轻松整理后 老妖就开始了浇花的工作 水珠打在植物叶上 让人感到宁静又平和 仿佛所有的烦恼和忧虑 都被她洗滴干净 做完这些以后 今天的主角也正式登场 没错 老妖打算在院子种上一些柠檬草 同时也打算种上一些菠萝 不过种植柠檬草的地方 她打算选在围墙旁边 柠檬草可以用于烹饪和调味 比如用来制作美味的炖鸡和老鸭汤 还可以用来包水洗澡洗头 那香味真是棒棒的 同时呢 它也是一种药材 种植完柠檬草 老妖开始选择种植菠萝的地方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种在池塘边 因为菠萝的收获时间比较长 种在这里不会影响到凉田的食用 话说这辈子吃菠萝用手都能数回来 吃了烂嘴巴还烂舌头 加上还自带一股酸劲 这可能是一部分人不喜欢吃它的原因 老妖生活的这里马黄随处可见 穿搭成这样也是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 由于整地需要补上一些泥土 它只能这样从外侧产一些土过去 这一刻 老妖也有了在池塘养鱼的想法 做完这些以后 它先挖出一个个窝窝 然后再到旁边取有积肥 原来之前制作的堆肥是这样的用途 现在天色也渐渐暗淡下来 于是老妖先在每个窝窝放上有积肥 放完肥料以后 它才回到室内将菠萝苗放进筐里挑过来 在天黑之前 老妖打算将菠萝苗种植完毕 虽然天色渐渐变暗 但老妖并不着急 她将菠萝苗放进了土里 然后轻轻地覆盖上一层层泥土 平静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不能为了赶时间而忘记了生活本该拥有的那份美好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在这美好的日出和日落中 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第二天一早 迷雾缭绕 如同一层青纱覆盖在山峰之上 在水珠的装饰之下 南瓜也显得更加清新迷人 而老妖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她打算整理出两块菜碟 接下来需要重新撒播其他的蔬菜种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撒播完一侧以后 老妖继续整理另一块菜碟 她先将杂草一一清理干净 中途也下起了轻柔的毛毛雨 这样宁静而舒适的环境 仿佛一切都变得柔软而温暖 很快老妖就清理好了杂草 紧接着她开始整地 这样的小地块只需要简单布置成条状来进行种植 到时候撒上种子再盖上土壤就非常的完美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小心翼翼地给其他农作物除草 而拔草她也非常小心 毕竟一不小心还是有可能将苗都拔下来的 而种植甘蔗的地块也需要一一处理 从整体来看 甘蔗的长势一般般 不过老妖已经很满足这样的长势 因为她也是第一次尝试种甘蔗 而清理后的杂草她会统一堆放到一点 以后干了还能捎来作为种植的有机肥 清理完这边以后 老妖又向前走去 这一侧之前种植了豆子 还移栽了辣椒苗 清理完杂草后 她继续给辣椒盖土 一株株辣植株开始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意味着果实的丰收即将到来 有了这样的成果摆在眼前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心里除了无比的愉悦 还夹带着一丝丝的满足感 给辣椒除草盖土之后 老妖打算将之前搭建的竹架清理掉 这些竹竿以后还能继续使用 老妖打算先找个地方暂时堆放起来 清理好竹竿 她先将土地平整了 这一块还是像之前一样种上豆子 一夜回到解放前 老妖的玉米地惨遭不幸 这是悲惨的一天 老妖今天起晚了些 因为昨晚有牛闯进了她的院子 从现场来看 围栏也被严重破坏 而最惨的则是眼前的这块玉米地 面对这样的事情 除了无奈 那只能自认倒霉 毕竟一个人在野外 要是人家坏起来 放点毒来害她的鸡和鸭子也是大有可能 不过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起 于是老妖先将围栏重新固定起来 从这一刻起 她有了重新加固围栏的想法 而在老妖重新排查菜园的时候 这片甘蔗地也被老牛们给糟蹋 菜园被破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损失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 让她顿时感到无助和失落感 排查完每一块菜地 老妖打算做一些事来平复心情 于是她去外面收集了一些竹竿扛回来 她打算在这块区域建造一个小温棚 这样以后方便用来育苗 准备好充足的搭建材料 她开始挖坑来搭建主体框架 挖完坑以后 先准备六根尺寸合适的竹竿 处理完后再将其一放入坑中 对于这样的六根柱子 秉承着中间高 两边矮的原则来搭建小温棚 固定好柱子以后 她开始搭建顶部的结构 而多出去的部分直接将其锯掉 然后再用扎带将节点固定起来 紧接着她将竹竿粗绣了一下 这样放上去简直非常的适合 再用扎带将每个节点固定起来 锯掉多余的部分以后 简单的顶部结构只需固定一块块主板 搭建完顶部结构以后 再用主板按一定间距来建造墙体 一个简单而好用的小温棚 马上就要搭建完成 不过看着这样的造型 鸭子们还以为这是给他们搭建的小窝 很遗憾 最终他们还是带着失望离开 随后老妖将塑料薄膜盖完了整个竹框架 然后再用胶带一一封起来 简单结构的育苗小温棚就这样搭建完工 于是老妖开始寻找一些优质的土壤 最终她选择了来池塘编铲土 为了提高土壤肥力 老妖又走到鸡舍产了些软料 这样与土壤混合均匀以后还算OK 混合完以后 先在地上铺两层塑料薄膜 然后再将土壤产到塑料薄膜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平整以后 紧接着就到了关键的环节 老妖打算在温棚里建造一套灌盖系统 一根翠绿的黄瓜蘸着辣椒 清爽可口 让人回味无穷 早晨 家禽的呼唤声充满了整个院子 老妖佩戴着那把杀猪刀开始今天的工作 她的步伐轻快 精神饱满 大步向前直接朝外面走去 原来老妖来这里是为了砍香蕉树 这条小溪周围长着很多香蕉树 平时老妖就来这里砍回去喂养家禽 虽然老妖说这是香蕉灵 但对于植物这款 香蕉和芭蕉我是傻傻分不清 而且香蕉树不是树 它是一种长得很高的草 不过扛回去也相当不容易 这样的一颗够吃两天 虽然脚步越走越沉重 但总算是已经回到了温馨的院子里 扛回来以后 老妖开始精心处理 以便喂养家禽 处理完以后 老妖开始喂养鸭子 之前铺的稻草已经不成样 它又重新铺上一道 铺完以后 它才去池塘换水回来挂在鸭棚里 保持认真的养殖态度 才能让家禽们得到充足的食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喂完小鸭子后 老妖前往鸡舍喂养鸡 它在鸡舍里养了一些大鸭子 目的是为了能够早日收获鸭蛋 这样他就不必再去市场购买小鸭子 此外 他还能够将鸭和鸡的产物卖出 以此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 完成这些工作后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 于是 他拿着塑料网走向池塘 在池塘边 他挖了一些小洞 并按照一定的间距固固定了一些竹竿 他注意到最近鸭子总是从围栏里跑出去 因此他决定用塑料网将它们围起来 鸭子们非常感激 因为这样它们就没有机会再跑出去 为了方便固定 老妖还制作了一些竹面 在建造小温棚时 他并没有使用竹面 只是为了保护塑料薄膜不被刮破 因此 他先将竹竿固定好 然后再使用竹面精心地将塑料网固定在竹竿上 同时他也在底部盖上一层土 并用石头压住一些不能盖土的地方 完成这些工作后 他才上去将大鸭子赶出来 小鸭子们在小池塘里玩得不易乐乎 尽管现在鸭子们并不配合 但下去以后玩水的感觉真的很香 看完鸭子们嬉戏 老妖想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 此刻正直上午 他的身体感觉到一种无法抗拒的疲惫感 于是老妖先喂养了一下狗狗 一会儿他打算先咪一咪 由于咪得太过瘾 醒来时太阳已经不见踪影 这样舒适的环境 虫子都舍不得离去 于是老妖先给辣椒进行除草 然后再慢悠悠地盖起土来 盖土完毕后 趁着天还没黑 他又将另一块土的旧菜给清除掉 而之前种植的花生已经顺利地长出了苗 整地完毕后 老妖重新撒上了新的蔬菜种子 至于剩下的部分还得保存起来以后种植 撒拨完以后 他开始给整个院子的农作物浇水 浇水完以后 疲惫的生活还得添加一些调节剂 这时 黄瓜已经到了可以收获的季节 他打算享受一下第一批收获带来的喜悦 在老家 你是否有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呢 老妖最近想重新牵引水管来养鱼 于是他找来了好朋友老明一起拉水管 工作结束后 两人一起享用了美味而生态的鸡肉 清晨 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阳光洒在番茄上 老妖正采摘着可以收获的番茄 他轻轻地触摸着番茄的表面 感受着它的柔软和温度 采摘完番茄后 老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要去见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一段时间过后 他终于到达了朋友家 来到这里 他是想请朋友老明帮忙牵引水管 老明此刻也正在搭建自己的农场 为了能尽快地完成这些工作 老妖打算先帮老明处理完农场的事情 制作完隔山后 两人一起进入菜园进行安装 这样简单摆放以后 植物长出来就能顺利地爬上架子 做完这些以后 两人准备出去买水管 开车跑了十多分钟的路程后 他们到达了买卖馆子的店铺 馆子之前老妖已经预定过 现在只是来这里取货 于是他们简单制作了一个支撑架 虽然竹竿有点影响回去了 但这已经是目前最优的 经过一番折腾 老妖和老明终于回到了院子 虽然空气有些沉闷 但两人却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 他们品着香气扑鼻的茶 摇着天 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和心情 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让人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随着太阳逐渐吸血 两人开始计划寻找水源的地方 考虑到养鱼的问题 老妖这次买回来的水管 比之前的要大许多 这增加了不少难度 但老明身强力壮 脱根水管对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 他们终于确定了水源的位置 于是两人开始清理周围的环境 准备引进水源 清理完以后 目前看来水量有些小 但维合起来还是够用的 他们一直忙到了天黑 才成功地引进了水源 这是疲惫又辛苦的一天 于是老妖抓了只鸡 来款待他的老朋友 第二天一早 老妖先去砍了棵香蕉树扛回来 这样今天就不用担心家禽的口粮问题了 紧接着 他开始建造起池塘 昨晚签的水管需要给他固定起来 而小池塘暂时留来给鸭子玩耍 大池塘则用来养鱼 不过出水管他还是精心制作了一番 竹杆打通以后 固定起来就有了使用方便的出水口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还得等水位达到要求了再放鱼 也许在下一期 就能看到放鱼和养鱼的过程了 这是一段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时光 让人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利用几根水管 弯头和三通拼接起来 老妖竟然突破高叉实现了用水自由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老妖本来想在这个池塘里养 但目前的水位让他很不放心 为了拥有稳定的水源 他上级是买了些制作水锤泵的材料 由于之前引来的山泉水非常不稳定 老妖打算从溪流来解决问题 找到合适的水源点位后 他拿出了准备好的一些材料 而泄水阀在整体结构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老妖想先安装压力管 他先在管子上涂一圈胶水 并用手轻微的涂抹一下 很快他就将压力管两头安装完成 紧接着开始制作安装水锤泵泵体 他在丝口的位置尝好生料袋 以保证安装的每个部件不要漏气 制作好泵体以后 老妖将刚才制作好的压力管也给安装上去 顺便也将出水口的部位安装完工 简单又实用的结构就这样制作完成 接着他开始寻找适合的水源点位 最终他选择将浸水管安装到那里 看着这样的效果 他充满着信心 而后老妖开始确定水锤泵的具体安装位置 他先将周围清理干净 然后再固定一根木棒来作为水锤泵的支撑 毕竟水在流通后会产生震动 老妖必须把整个结构绑杂牢固 固定完以后再收集一些石头堆放在上面 这样看起来就稳固了许多 接着他开始尝试接入浸水管 确定这样的方式可行后 他将浸水口先封闭起来 紧接着也一起将出水管进行安装 做完这些以后 是该看看具体的效果了 在一番的反复试探中 老妖确认了这次的成果十分满意 于是他将出水管一一固定起来 现在总算可以边走边检验自己的设计成果 而回到院子时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但这次的水源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嫩尖尖加上一小堆南瓜 外加一些可以采收的番茄 商品的多样性让老妖在市场如鱼得水 不过在去集市之前 老妖想进行一项当地的传统习俗 于是他简单制作了一个框架 他称之为神坛 做完这些以后 他必须得先喂养一下家禽 毕竟一会儿他得出去请一位长辈过来帮忙 而在喂养鸡的时候 老妖随手抓了一只鸡回去 处理好以后将其放进小锅里蹲 接着他开始出去请一个专门从事神圣工作的长辈 直到太阳下山 他们才一起回到了院子里 随后他开始给老妖指定安装框架的位置 得到具体点位后 老妖开始二次确定方位 确定好以后 他开始向下挖坑来埋柱子 这是老妖那边的传统习俗 大家记得不要迷信 要相信科学哦 安装的差不多之后 天空阴沉沉的 仿佛随时都会倾盆大雨 看着周围翩翩起舞的大树 真怕一不小心将他的整个框架都给掀翻 不过围栏道士已经被吹倒在壁 就这样 他们一直持续到夜晚 总共花了约四个小时 第二天 老妖起得非常早 他打算采摘南瓜和嫩尖尖拿到集市上去卖 为了增加商品的多样性 老妖还是继续采摘了一些番茄 不过光有这三样好像还差了点意思 于是老妖还抓来的两只鸡放在里面 虽然很沉 但他相信今天自己会多挣一些 到达集市后 他还是选了之前常来的地方 而刚到集市的他就感觉今天很不对劲 似乎也预示着今天会很幸运 果不其然 一段时间过后 老妖的货物成功卖完 今天的生意比之前的还要好做 既然有好的收益 那当然得给自己买些更好的炊事用具 今天总算不用那么囊中羞涩了 买完所需用品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还是家里让人更安静一些 休息好以后 老妖缓缓向养殖家禽的地方走去 养殖家禽可以提高收入来源 这是他目前野外最好的选择之一 以后应该也会养殖家畜 毕竟牧鼠之前已经开始种植 喂养完家禽以后 他才去倒下的围栏旁开始进行简单的修复 这样破烂的围栏 看来只能重建才能带来安全感 但目前也只能先将就这样固定起来 有时间了他再考虑重建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开始制作一个鸡龙 他的想法是将公鸡和母鸡隔开 至于为什么 我也猜不出个大概 一个人的野外生活会很无聊吗 就是这样种植都得亲力亲为的生活 早晨面子里的花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老妖也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由于之前的玉米地已被水牛狠狠地糟蹋 老妖打算重新种一波玉米 边挖窝窝他边回想之前的种种阅历 也许有一个伴 一起聊聊彼此的经历那肯定很安逸 看着现在的成果 没有人一起分享那真的百思不得其几 这样的生活应该如何感念 连公鸡都有了一帮追捧他的母鸡 不过土地的面积还算小 尽管一个人干活挖一些窝窝还是绰绰有余 接下来老妖打算开始种植玉米 他已经提前上集市做好了准备 目前只需要先在窝窝里放入玉米粒 然后再覆盖上土 他希望这块玉米地能带来满意的丰收 这样能节约一些费用来投资到其他方面 而种植玉米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接着老妖开始给牧鼠除草 牧鼠可以用来喂养家畜 以后养猪会变得十分方便 直到夜幕降临 老妖也没有完成全部的出草工作 早晨 温暖的阳光撒进了老妖的院子 他专注地清理昨天剩余的杂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浪 太阳的光芒让老妖感到眼花缭乱 他打算先躲到室内休息一下 休息完以后 老妖打算喂养家禽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田园生活的权利 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 有些人喜欢独自安静的生活 而有些人则喜欢繁华的都市生活 喂养家禽以后 老妖打算改善浴室的地板 于是他来到小溪边收集沙子作为建造材料 将沙子运回家后 他先用沙子来作为垫层 平整好以后 他继续在沙子上浇一遍水 接着 他开始用水泥和沙子搅拌成水泥沙浆 并将其均匀地抹在垫层上 经过精心建造 老妖满意地完成了一块平整度 还可以的浴室体验 男人在大山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里没有喧嚣 他一个人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这份宁静 经过精心的栽培 老妖终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瓜苗 不过在移栽之前 他打算砍些竹子回去搭建棚子 野外丰富的搭建材料为他提供了许多便利 也让他在野外创造出了许多可能性 回到家后 老妖开始破竹制作竹面 锋利的杀猪刀加上精湛的手艺 让老妖在这里生活得十分惬意 然而 生活总是充满着惊喜 院子里的果树不仅为老妖带来了一片凉爽 还带来了清爽可口的果实 轻轻地咬上一口 甜美的味道让他感到无比的满足和愉悦 制作好竹面后 老妖开始搭建棚子 有了柱子作为支撑 加上竹面的完美固定 他很快就搭建出了一个足够宽的外框架 接着 他开始往上面放置一些竹竿 跨度一般的竹棚 老妖还是用竹面将每个节点都固定起来 做完这些以后 他收集了一些竹子摆放到上面 用不了多久 这个棚子将揭满许多小嫩瓜 接下来 老妖开始在他的院子里一栽瓜苗 他的院子开满了各种漂亮的花朵 营造出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非常适合养老 而后 老妖开始挖坑来进行种植 至于肥料的话 他选择使用以前制作的堆肥来作为肥料 按照同样的种植方式 老妖很快就将两边种植完毕 接下来 他开始喂养鸭子 在这个野外的世界里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宁静 单身的他不需要担心工作和压力 自从来到这里 老妖享受了这份宁静和自然的美好 喂养家禽以后 趁着天还没暗淡下来 老妖开始给农作物浇水 在浇水的过程中 他可以很好地感受到水滴落在叶子上的声音 让他们得到充足的水分 同时也让老妖获得了很多希望 他的眼里充满了等待和光芒 这让他更加热爱这片美丽的土地 男人远离城市喧嚣 归隐山村田园 在这个庄园里 他种植了许多农作物 一个人无牵无挂 在这里过着安静的生活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狂风四起 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 来不及躲避的家禽将就在植物下躲雨 下雨天 外面的世界变得宁静起来 心情也随之而平静 外面的喧嚣与繁忙都被淹没在雨声中 雨水敷热着老妖种植的花盒 每一次的下雨 是一种自然的洗礼和滋润 当雨吓得小一点时 老妖开始走出房门 因为她的鸭子还在抖着胃 一个人的生活 简单而平凡 听着这些家禽的声音 能让人平静下来 打雷声也更能让人融入魂境 这是一种非常适合讨床的声音 突然大雨又再次降临 鸭子们还在嬉戏 老妖似乎有些狼狈 她没想到雨会再次来得如此 当天气渐渐转好 地上也已经变干 老妖开始便每块菜地除草 这样的除草工作周期是无穷无尽的 要想生活下去 只能靠双手不停地努力 小时候向往城市的繁华 长大了怀念大山的宁静 随着生活越来越便利 如果可以 谁不想过着这样治愈的生活 而离开家乡太久 已经忘记了脚踩在泥土上的那种舒适感 也很难舒心地与大地的土壤进行接触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养几条狗陪伴简直是超理想的生活 除草丸以后 老妖开始给农作物复赐 院子里有很多家企 可以随时听到他们的声音 非常的治愈 不过有时候他们确实酣批了一点 经常会来菜地里捣乱 而老妖之前种植的花生长是还可以 南瓜藤也接了不少的小嫩瓜 这样的嫩 试起来那真是不要太爽口 不过白色的塑料膜非常影响观感 老妖打算将它拆卸下来 除去显眼的颜色 院子里的自然色调才更加舒适 不过舒适的环境不仅老妖一个人享受 他们也过着散养的生活 为了不被别人偷走 目前他们只能在院子里自由活动 老妖继续沿着原路除草过去 有了空地 以后种花也会更加方便 相对来说 鸭子就比它更加活得逍遥自在 休息好以后 老妖还得将处理好的杂草堆放起来 这些杂草它会统一堆放到围栏的一侧 以后干了烧掉还能作为天然肥料 之前有人说这堆石头很影响美观 于是老妖决定将它用来围合菜地 不过在石堆的底部 它发现了一只老鼠 摄影师不准录细节 这个得对它温柔一点 接着老妖将剩下的部分用石头砌住完毕 随后她拿来了一些草木灰 并均匀地撒在了整理好的土地里 天然肥料给它节省了不少费用 不过在种植之前 老妖还是先浇透一遍水 然后再往上面撒上一些花种子 用不了多久 这块地也会长出很漂亮的花 做完这些以后 趁着夜幕降临之际 老妖还打算完成一件新事 她打算和这里的村民协商养鸡护利的事情 最终 她成功获得了这次机会 老妖想在这里搭一个大有猪袍 于是她找来老明一起帮忙 在两人的默契佩合之下 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任务 早晨 阳光还未撒进老妖的院子 不过可以清晰地听到小鸡鸣叫着 清脆的声音唤醒了这个美好而忙碌的早晨 她匆忙地走出家门 为今天的搭建任务开始做准备 最终 老妖来到了老明家 这次的搭建强度比较大 她需要身强力壮的老明帮忙 谈好具体的任务 两人拿着一些装备开始出发 走进山路后 他们遇到了正在收集喂猪食物的同村人 香蕉树和芋头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大家相遇时 总会以互相微笑的方式来打招 一直往前走 他们发现了一些枯木 经过搜寻 两人获得了一些老化的木板 不过木板似乎承载着整座山的重量 每一块都散发出沉稳的气息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毕竟风霜雨雪的他们看起来非常坚固 不过从这里回到老妖的园子还比较远 好在这一段交通很便利 毕竟木板太长不方便运输 来到崎岖不平的山路 穿过小溪 是一段上坡路 他们只好一人骑一人推着摩托车继续前行 住在偏僻的地方 建造材料的运送确实是个大问题 不过幸运的是 多次的往返还算顺利 收集的木板都一一运了回来 接下来 他们开始平整一块用于建造的地基 天气晴朗 没有下雨 两人的团队配合得非常默契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挖土工作 挖到一定的宽度后 老妖开始挖坑来建造柱 平整地基的任务交给了身强力壮的老迷 地基以后会建造成水泥板 所以这样的平整度还远远不够 不过山峰和树木渐渐被昏暗的光线所笼罩 也预示着今天的建造任务也告一段落 早上 两位好基友早早就开始扛竹子 看着这样一辆沉稳的四轮车 实际竹子的重量已经让酸痛的肩膀和背部差点放弃 咬紧牙关走到地基的旁边 两人放下竹子的耳朵 反正粗气 脸上露出了一丝丝微笑 接下来 老明开始给木板开槽 锯齿在木板上切割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木屑四箭 飞散在空气中 处理好木板的顶部 两人开始安装木板来作为柱子 尽管太阳已经离开了这片小区域 但它们的背部已经被汗水浸湿 完成一锤定音的效果 老妖用木棍简单夯实了一下柱角的 而后 它用同样的方式搭建着第二根柱子 当搭建好第三根柱子以后 两人开始确定顶部结构的尺寸 由于跨度比较大 中间还需要切割一块木板来作为柱子 这样可以解决因为跨度导致的材料短缺 建造好两侧的柱子 接下来需要加工木头来搭建顶部结构 老名画深伐木工 只见它手握锯子不停地往下压 最终木头被锯成了两半 由于跨度太大 一分为二的木头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吉利 随着夜幕降临 老妖和老明开始整理今天搭建的材料 收拾好工具 一切的工作还得明天继续 早晨 两人简单制作了一顿早餐 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鸡鸣声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自由和欢乐 让人都有点羡慕极度恨 享用完早餐 老妖和老明开始搭建顶部结构 固定方式还是像往常一样用竹鸣 搭建好顶部的结构 两人出去扛了些棕驴叶回来 棕驴叶是一种优质的建造材料 它本身具有很高的韧性和耐久性 准备好以后 老妖打算先上去接住材料 老明则负责逼一些棕驴叶上去给老妖 摆放好材料 他也加入了老妖的铺设队列中 两个好基友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盖顶任务 建造好猪棚的顶部 两人去小溪边开始收集沙子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要开始建造水泥板 核沙的颗粒度较为均匀 可以保证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强度 此外 它的价格相对较低 老妖直接在小溪边获取 非常的节约成本 为了建造水泥地板 他也破费买了几袋水泥 接下来 还得将它们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块较为平整的地板已经搭建完成 老明正在加工木材 他们需要加工一些用于建造墙体结构的木方 老妖则认真地给猪棚挖坑 然后再将加工后的木方放进坑里来固定 顶部再用钉子固定起来 现在看来就只差建造墙体部分 搭建完墙体结构 老明打算今晚回去一趟 明天他还会继续骑着摩托来帮老妖 今天老妖和老明继续上山寻找搭建材料 尽管山路弯弯曲曲 车手老明犹如一只灵活的猎宝 迅速地穿过每一个弯道 时而加速 时而减速 车身稳定 让人感到无比畅快 不过有些山路始终上不去 两人只好不行继续寻找搭建材料 很快 他们决定加工眼前的枯木 如果选用生树的话 这样直径大小的木头老妖还承担不起 选用枯树也可以节约资源 枯树的干燥程度较高 建造时不需要进行烘干处理 而且木材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风化 木质纤维更加紧密 硬度也高 耐久性也就不言而喻 木质纤维更加紧密 最终 两人收集了一车满意的木板 接下来的路 就得靠强壮的老明把握了 山路崎岖不平 道路狭窄 摩托车很难保持平衡 加上木板又长又重 这无疑是件艰难的任务 老明具备一定的驾驶技巧和丰富的经验 老妖选择找他帮忙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随后 他们将木板先暂时对放起来 一块块木板的叠加 是良好极有一番的努力和汗水 而这些还远远不够 所以两人又去山里收集后运送回来 有了足够的木骨 老妖和老明开始搭进墙壁 这样围合起来的大空前 感觉能养不少的猪 老妖一直没更新 是因为这个大猪棚花了他许多时间 搭建好以后 他打算一段时间后开始养肉 这样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是你向往的吗 每天早起胃压胃积 无聊的时候 还能养养兔子增添生活乐趣 天刚亮 老妖已经从床上爬起来 起床的首要任务 当然是得先喂养家禽 但谁能想到 地上居然无缘无故掉落了一根老瓜 有些瓜果因为过熟或者受到损伤 掉落在地上 虽然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喂养池塘边的鸭子 喂完鸭子 仔细检查后发现竹架已经损坏 于是老妖拿来的竹竿开始进行修缮 看来瓜果掉下去 大部分还是疯的功劳 不过这次换上新竹竿 应该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接下来 他开始准备今天的养殖计划 于是制作一些竹面成为了重中之重 它是野外最好的固定材料之一 制作好竹面 接下来还得挑一块养殖地 之前建造的竹棚已经荒废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现在需要先将之前的搭建材料给拆卸下来 拆卸完成后 老妖打算将建造范围轻微改动一下 简单的固定柱子 看来还需要一些横跨的竹竿来搭建棚顶 好在之前和老明收集的还剩一些 刚好用得上 接下来先具成合适的尺寸 然后简单搭建一个棚顶框架 固定的话 用上刚才制作的竹面 完美解决不用钉子的难题 而后顶部再固定一排排竹竿来作为龙骨 这样覆盖棕驴液就方便了许多 由于棕驴液已经用完 老妖又花了些时间出去收集棕驴液 同时 墙体的建造也需要一些竹竿来作为原材料 直到目前 真正的难题已经摆在了眼前 别看棚子小了些 这样也得人工爬上去盖底 但凡再吃胖一点 估计摔下来会发出音音音的叫声 不过这种完美的小身板 晚上金鸡跳舞都完全不在话下 天有不测风云 看着天空似乎要开始下雨 老妖抓紧时间开始破竹制作主板 但令人遗憾的是 直到夜幕降临也没见着一滴雨 谁能想到 今晚她还是没有下雨 早上老妖继续编织着竹板 这样的养殖棚 可能缺点就在于排水的问题 为了提高墙体的稳固性 她用竹灭配合竹竿来完成强度的提升 搭建完棚子 这些竹板先不要扔 放在家门口 平时还能拿来生火做饭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的快递到了 她买来了几只小白兔 小白兔生长速度快 繁殖能力也强 不仅可以养来卖 她本身肉质好 口感鲜美 但更巧的是 大雨还是来了 尽管雨还在下 她始终没有停止养殖棚的搭建 先用钉子将木板固定起来 一个简单结构的养殖场地 没有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做完这些以后 她才去将兔子全部抬过来 兔子是一种常见的畜牧动物 养殖可以获得经济利益 如果喜欢观察和照顾它们 也能减轻一些生活压力 男人一个人在大山里过着单身生活 平时靠售卖农产品补给家用 不过养殖的家庭有了新的收获 老妖的南瓜又到了采摘之际 她打算今天多采摘一些上集市变卖 这一次的收获 看着比以往都还要丰富一些 简单装入袋中 她开始准备出发去集市 到集市后 今天的人流却异常的少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路过 买南瓜的少之又少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好在还有几个人陆陆续续过来买瓜 最终她还是决定换个思路来卖瓜 对于一些摊主 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 她用南瓜换来了一些食品 接着 再挑去一些有着需求的人家户 再怎么样 也得想方设法将它卖完 而后 老妖带着半天的疲惫回到了院子 此刻天空下起了大雨 好在已经回到家中 下雨天气 非常适合躺在床上 然后静静的等待雨停带来的清新空气 第二天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温热 老妖开始喂养鸭子并查看目前的长势 尽管离鸭子下蛋还有一段时间 幸运的是 最初养殖的鸡已经有了新收获 孵化小鸡才能节省更多的废人 而对于照料小兔子的生活 她暂时还没想到更优的养殖方式 看来只能先暂时割草来进行喂养 但就在她外出收集野芭蕉树的时间里 菜地却被水牛进来狠狠的糟蹋 破损的围栏 带来的是二次沉重的打击 因为之前也遭受过一次老牛的伤害 简单固定好围栏 老妖开始计划鱼塘的扩建 一直没养鱼 是因为这样的水位达不到她的要求 拔出塞子 她打算先将池塘的水排干 老妖的想法是这样的 既然要做 那就要做大 养些小鱼小虾有啥意思 排完一部分的水 她开始拆卸之前建造的木栈梗 这些木头 先暂时堆放到一边 拆卸这些是为了给后期建造做准备 计划是请挖掘机来进行深度挖掘 不过池塘的水还未排干 于是老妖先将出水管给挖出来 要将最后的水排干 还得将勾挖深一些 池塘的建造 老妖总算叫来了挖掘机 挖掘机的铁铲不停的翻动着泥土 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老妖只能在一旁仔细观看 以便后续处理 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深入 池塘的深度有了明显变化 而挖掘出来的土方暂且堆在外侧 后期还有大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挖掘 除了保留亭子以外 目前深度已经挖到合适的位置 看来李养鱼又进一步 紧接着 师傅将道路疏通完毕 同时也将池壁给认真处理 不过看完全过程 我都怀疑师傅在摸鱼 好在池塘目前已经改造完成 接下来老妖还得挖坑来建造围栏 由于之前水牛总是跑进院子 这次的围栏柱子可比以前的还要粗壮稳物 建造好柱子 他继续绑扎竹竿来搭建整个结构 最后再固定一圈塑料网给围合起来 虽然目前还阻挡不了水牛的撞击 但至少他可以约束鸭子的行为 毕竟养大的鸭子随意走在路边 有人经过的话 荒郊野外顺手逮几只也是大有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妖总算准备好了改造围栏的材料 于是他沿着围栏的底部开始挖掘 接着又固定一块块厚实的木板来作为柱子 不过当前来看 似乎围合起来的地皮比之前还要宽一些 而且一圈围栏他都做了加固 以后水牛还敢闯进来 那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院子里苦瓜已经揭满了竹架 茫茫露露中 他用洗脸小妙招把脸清洗干净 接着又匆匆茫茫往院子外走去 原来老妖打算买一些刺绳回去建造围栏 毕竟没有刺绳的保护 老妖又得进来捣乱 不过来来回回的人工运输 已经让他感到双腿无力又发软 尽管汗流加倍 他还是坚持着建造围栏 接下来将刺绳沿着围栏输散开来 此刻天空乌云密布 吓得老妖赶紧将钉子固定起来 搞不好大雨真的要来了 复行数十步 天空传来了一阵阵雷声 打唇雷摸肚皮 男孩子摸了肚皮不会痛 女孩子摸了不会怀孕 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 不过雨始终还是来了 老妖只能停下手上的工作 看来一切还得明天才能继续 时间来到第二天 天气晴朗 是个建造的好日子 老妖继续沿着围栏布置刺手 虽然布置的整体效果不够密 但也算是下了血本 估计老牛再来他还得吃亏 但谁能想到 天空又再次乌云密鼓 这次的雨比昨天还要来的猛烈 不过最惨的还在后面 等了许久 终于等到这个男人开始养猪 不过在养猪之前 他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步就是制作一个用来喂猪的食草 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时间很充裕 种植花花草草 养鸡养鸭也是一种乐趣 制作好食草以后 先把它放在一边 下午再去朋友老名家抓猪 接着老妖开始剁一些野香蕉树 来喂养鸭子 香蕉树是一种天然的饲料 用它来喂养鸭子能降低养殖成本 提高养殖效益 而且剁碎以后鸭子很喜欢吃 至于养大的鸭子 除了能带去及时变卖 平时还能做一些烟熏鸭储存起来 想改善火时可以直接用来制作一些美食 做完这些以后 辣椒也到了采摘之际 经常下大雨 也会打落一些烂在地里 采摘辣椒时 当看到一个个小小的绿色 逐渐变成鲜红色 这种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老妖平时喜欢用辣椒来制作各种美食 所以它种植了各种品种的辣椒 不同口味带来的乐趣不言而喻 采摘完成后 再将它们放在外面进行晾晒以便储存 生活没有辣椒那是万万不能 做完这些 养猪计划正式开启 看这天色 今天不会也要下雨吧 于是老妖急匆匆的来到了老民家 两个好朋友坐下来互相交流生意 他们互相交流着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最终达成一致 他们决定合作 共同养猪 这次老妖打算养殖野猪杂交的品种 它们生长速度快 肉质优良 繁殖能力强 而且在老妖的家乡 这样的品种价格高 运送回来以后 先把它们放进搭建好的猪圈里 四只小猪刚来还不太适应 接着将早上制作好的食草也放进来 这样喂猪就方便了许多 不过小猪似乎对食物不太感兴趣 同时狗子也被关进了猪圈里 最近老妖发现它们总是伤害小鸡和鸭子 而上次大风吹垮的竹架已经恢复原样 池塘这边也在不停的放水进来 尽管菠萝因为改造池塘而被挖出来 现在又得重新种植一遍 想吃上自己种的菠萝 只能说困难属实 接下来它开始在猪圈旁边挖坑 猪会产生大量的粪便和尿液 挖坑可以用来收集和处理这些排泄物 避免它们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且以后还能实现有机肥料的制作 可爱的野猪杂交瓶种小猪 男人直接挖野菜来喂养 老妖一早就开始清扫竹屋和院子 她的兔子正悠闲的进入梦乡 紧接着她准备开始喂猪 这是从朋友那里抓回来的小猪 为了方便制作食物 她开始到小溪边收集卵食 然后把它们一一放进挖好的洞里 经过简单的夯视以后 架锅上去生火就能制作猪食了 趁着晴朗的天气 老妖又再次来到小溪边寻找野菜 听老妖说这里的人们经常用这种野菜喂猪 要不是野菜免费 养猪还得破费 就是丛林里的小动物有点多 不过只要不是大辣条 一切也还算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的收集 她已经获得满意的一堆野菜 接下来放进小溪清洗干净 回去简单处理就能煮来喂猪 真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洗干净后 老妖简单用藤条捆绑起来 然后用竹竿从两端穿过 这样就能方便直接跳回去 回来以后 用尖刀简单处理一下 小猪已经感觉到猪食正在制作 好的野菜要懂得珍惜 坏的也不要浪费 至于剩下的 暂时放在上面下一顿还要继续 但光用野菜制作也太过于单一 于是老妖又做了一些香蕉树来混合一起 把它们倒在大锅里混合起来 而清澈的吸水可以用桶提回来倒在锅里 方便的水源给养猪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后老妖用竹子简单生了个火 浓烟瞬间笼罩了整个空间 为了防止糊锅 她用刚才精修的竹板简单搅拌了一下 然后又急匆匆的外出收集材料 原来老妖是出去收集一些竹干 回来以后她继续生火制作猪石 盖上锅盖 老妖简单确定出墙体的尺寸 然后将得到的竹竿破竹制作成竹板 随后再编织成一块块大竹板 这样的成品 直接用来搭建墙体简直完美极了 然后再将剩下的一块也封闭起来 竹板的两端打入钉子固定起来 完美解决了不用竹灭固定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也比较有安全感 做完这些 再把柴火统一收集放到一侧 随后老妖才开始喂猪 没有穀物带来的装饰 小猪们似乎有点嫌弃这样的食物 好在有竞争就有压力 小猪们很快就吃完了食物 喂完猪 老妖才开始喂养鸭子 看着鸭子逐渐长大 她的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但尴尬的是 池塘的水位还没达到放鱼的条件 接着 她在院子简单采摘了一些植物叶 没有更好的条件 老妖只能暂时用这种方式来喂养兔子 一天的疲惫也在悄无声细的浇花中过去 一个人在野外生活最怕什么 可能就是生病和受伤了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老妖左手受伤严重 干活非常不便 在这样尴尬的年纪 就怕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 老妖的姐姐在得知整个事情以后 她打算来这里帮老妖照亮农场 来到这里 姐姐也顺便带了些果子过来 什么都没有平安健康和和睦睦重要 自从受伤以后 老妖的精神面貌降得十分明显 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这段时间姐姐会来这里照亮家禽和家厨 在受伤的这段时间里 她没空照亮农场 长出来的花生已经被鸭子狠狠糟蹋塌 随后她带姐姐熟悉目前的养殖点位 用不了多久 这些鸭子就可以拿到及时便买 攒够了票子 才能引进新的家禽来进行养殖 喂完鸭子 她开始给姐姐介绍喂养兔子的方式 直接从院子里获取资源 简单又方便 接着姐姐也走到猪圈开始喂猪 这段时间猪圈里全是蜜蜂 真怕有天她们直接在这里猪巢 而不幸的老妖正在用草药治疗受伤的时候 简单的日常工作受到了影响 干活也变得异常艰难 而后 她和姐姐一起到马路边收集木头 好在不是左撇子 要不然难度又加一 蝴蝶香用过来停到了一块 顾一会儿的工作 她们已经收集了两捆木头 简单捆绑以后 姐姐帮助老妖完成了艰难的起步 烈日炎炎的天气让两人疲惫不堪 这个时刻坐在家里会非常的凉爽 但谁能想到 竹架在风的破坏下直接倒塌 瓜也散落一地 真是倒霉透顶 看着满地的瓜果 老妖顿时萌生了一个想法 既然这样 还不如将其采摘下来上及时变卖 随后两人简单将竹架支撑起来 为了避免白跑一趟 姐姐开始收获一些南瓜间 同时院子里可以卖的她都采摘了一点 做完这些 两人上及时开始摆摊 摆摊结束后 两人继续回来照料农场 院子里迎来了新顾客 老妖直接奉上点燃的一把棕榈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姐姐会过来帮她一起照料农场 直到老妖的左手痊愈 家里有兄弟姐妹还挺好的 浴室还有人商量 接下来他们计划重新种上一些花卉和农作物 所以需要进行一再来腾出空里